各位好,歡迎來到Linux核心設計 Linux核心實作課程 本週到第七週,在開始之前我們來看我們的公告 首先呢,我們第五次跟第六次的作業都已經指派了 那其中呢,第五次作業很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要求你回顧,回顧過去的 過去的,就是前幾週的教材 然後還有檢討你過去的投入狀況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投入狀況絕對不是說 我沒時間啊,我身體不好啊,我確診了三次啊類似的 不是這個東西 注意到我們今天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要誠實的告訴我你學習的狀況 然後再來是你要告訴我你打算改進前四週 注意到這是作業舞 就是前四週的作業 那當然呢,你也可以自訂題目啊 如果說你想要貢獻程式碼到另一個核心 你發現哪些地方是可以做的 那其實我們在我們的測驗體啊 跟我們的作業其實都有暗示到這件事 其實這是可以投入的 然後呢,當然呢,一對一線上討論也是必要的 那其中特別的地方就是說呢,我們允許讓學生出作業讓 讓授課教師回覆好,這很特別好,就是說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把問題記錄下來 讓我們預計在後續的課程或是說在一對一討論的時候提到 那經理的這個預約一對一討論呢,一定要早 因為如果你到學期末的時候,你可能會塞車 你知道吧,能夠現在早點處理是越好了 你說我現在沒有準備好怎麼辦 從來不會有準備好的一天 當然是你可以變得更好的人 好,那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就是我們要求你去看之前 之前我們這個也是來上這門課的同學的心得 然後這裡面呢,雖然標題叫做做自動飲料機 但其實裡面很多想法呢,應該可以給大家有些啟發 好,然後 這是第五次作業 那第六次作業的話就是把這個quiz 就是第五週的抽選題跟第六週的抽選題 好,就是進行這兩項 好,然後我們在下一週呢 也就是第八週呢 我們會指定新的作業,就是新的寫程式的作業 當然我們每週還是有作業的,對不對 每週的作業就是如果沒有特別指定的話就是 沒有特別指定的話就是抽選題,對吧 好,那這個第八週呢 我們就有一系列新的這個 新的核心模組 那這個可以去強化你對前幾週教材的認知 好,然後再來是這個 我們在第一堂課有提 這個課程說明有提到 我們這 我們是上滿18週,完全不停課的 然後因此呢,我們在4月3日呢 依舊上課 如果你不能來的話,沒關係,有錄影 然後4月4號的時候呢 再加測驗,注意到 如果你有選客同學呢 一定要參加 注意到,一定要參加 然後4月6號的時候呢 我們安排這個作業回顧 就是我們把這個測驗題集中在4月4號 那如果說你真的4月4號不能參加的話怎麼辦 你有4月6號啊 你有4月6號 總之就是請你呢,務必要參加 4月4號開始的測驗 好,那這個測驗呢 可能會花比較多時間 就是如果你投入狀況比較好的話呢 你可能要寫一個小時 那如果你屬於那種投入狀況比較差的同學呢 好,沒關係 誠實面對自己 缺什麼補什麼 那反正就是不要放棄啊 就是 尽量做 跟自己比就好 好,然後呢 我們接下來來看我們本週的主題 那我們本週呢,希望呢 帶著大家看這個Linux的Process Linux的這個行程 那這個Linux的行程很特別的地方是說呢 呃 我們上週呢,已經有跟大家講過傳統UNIX的行程 對吧 有在這個 就是講這個Folk 跟這個ESEC的時候呢 講過這個 講這個UNIX的歷史 那注意到呢,Linux呢 又把這些東西呢 再變得更複雜 我們在講 上週的講座的時候呢 講的是就是 就是UNIX傳統的行程的樣貌 好,然後有講到Copy on Lite 也講到Clone系統呼叫 但是本週呢 我們就是講得更完整 就是Linux的這個行程 好,那注意到Linux的行程呢 很特別的地方是呢 它其實跟磁型序呢 是一體兩面 對,你沒聽錯 你在很多作業系統的教科書呢 會跟講說去區分呢 呃,什麼是Process 什麼是Thread 但是注意到Linux呢 故意不特別去區分 好,那這樣的話呢 有 有一些 對應的好處 但是 反過來呢 也讓各位在理解 Linux核心的實作呢 產生很大很大的障礙 不要說各位啦 我也是學了很久 然後就是 因為Linux核心 這方面真的很古怪 然後 但反過來說呢 這也是 驗證自己對Linux核心 學習上的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檢查點 對不對 就是說因為Linux的這個特色 就是 你以前在作業系統 或者在相關的課程呢 你已經學過通用的 就是一般性的知識 對吧 那現在來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來學 Linux核心特有的 然後呢 從Linux核心特有的 然後去看這個一般 一般的作業系統 或是說 一個常態的現象呢 來對比說 它的這個設計考量 那我的想法很簡單就是 各位呢 在畢業的時候呢 很可能沒辦法 立刻呢 投入Linux核心的開發 但是呢 你在Linux核心 還有這些Linux核心的開發者身上 你可以學到他們很多不同的認知 那我想這個是更更關鍵的議題 好 那此外呢 就是說呢 考慮到有同學呢 會準備來貢獻Linux核心的程式碼 這晚點也可以來跟大家談一談 其實這個 有很多東西是可以貢獻的 好 然後呢就是考慮到同學會開始做貢獻 那其實呢 我們就需要來修改Linux核心 那注意到呢 你看是一回事對不對 就是你在寫前幾週的作業 應該都有被要求說 要去探討Linux核心的程式碼 但是過去你還是用看的 那這次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用修改 就是看當然是必要的 但是我們要去理解 然後重點是修改 因為Linux核心是一個moving target 它是一個變動中的一個標的物 那其實學習最有效的方法 我相信就是 在Linux核心學習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真的去修改 好 當然你不見得要改進 那你可以做一些調整 然後試著說 我讓行為不同 然後如果你核心呢 可以照著你期望的方式修改的話 表示呢你的掌握度 已經有一定的水準 好 然後我們這邊呢就會介紹兩種方式 一個是透過這個系統模擬器 好就是這個透過QEMU QEMU 還有KVM 那QEMU的是模擬器的實作 那KVM呢是Linux核心的這個 硬體加速的虛擬化基礎建設 好 那另外一個專業叫做User Modellinus 好 然後再來是呢 本週還有一個關鍵的議題呢 就是我們已經發給同學一本書 好 那最後這本書還在寫 那個叫做Concurrency Primer 那這本 其實它不能算書啦 就是它才十幾頁 就是 好啦 叫書稿 好 那在這一份書稿裡面呢 就是 我想要去跟大家探討 這個 這些Concurrency Model 好 然後 那注意到這些問題呢 是很龐大的問題 因此呢我們下週 下週還會繼續探討 下週沒辦法探討到一個等級 那沒關係我們下週還會探討 那反正我希望說你在這本課呢 就是來接觸你過去沒有接觸的東西 你過去從來沒有思考議題 很多同學說來這本課呢 學的東西跟過去的好像沒什麼關聯 不可能完全沒關聯的嘛 你只是還沒有想到它的關聯而已 或是你過去學習的不夠紮實 沒辦法紮實到反應到過去所學 不過沒關係 缺什麼 好 那首先我們就來看這個process 記得要預約那個一對一的討論 一對一的那個 這個好 就是 忘了講 反對那個一對一 好 那首先呢 如果你看到這個上面的日期比較舊的話 那顯然就是 我有一陣子沒有更新這個材料 那之所以沒有更新的材料呢 有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在寫書 然後我希望寫書寫一陣子之後呢 可以把這個比較新的內容補進去 好 好 那注意到了這個就像之前提到的 process這個字啊 請你把它翻譯成行程 翻譯成進程也可以 但是千萬不能翻程序 注意到這個process重點是它是執行中的 所以你說它是用行程或是進程 其實都可以 就是一個是簡體一個繁體 但是重點是要標註它是執行中的狀態 那但是如果說你是講程序呢 完全是完全是錯誤的翻譯 因為就是它沒有這個隱含這個 沒有明確的說明出這個狀態資訊 好 然後呢這個Linus的行程呢 很特別的地方是說呢 它不是只是講這個行程的狀態 它其實還涉及到微處理器啦 涉及到檔案系統啦 然後還有signal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底層的追蹤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在Linus核心的原始程式碼 可以看到它的這個複雜的程度 例如說呢你在Linus核心的header裡面呢 是Linus 然後呢就是在這個schedule-h 這個有點慢哈 schedule-h 哎呀這台電腦不知不覺用了快快快十一年 再過三個月就滿十一年了 我們可能之後教學可能會換一台電腦 那現在有點遲鈍的請你原諒我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台 那我還想辦法讓它活久一點 好 然後呢這個首先我們要介紹一個很重要的結構呢 它叫Textrack 這個Textrack真的太神奇了 記住這行數啊 737 這是它開始的行號 然後呢它什麼時候結束呢 這行號非常近的 而且呢隨著Linus核心的改版呢 這個會越來越複雜 這個結構還沒結束啊 我在捲不是捲這個隨意捲 我是跟你講說結構題呢 從哪裡開始從哪裡結束 好 1546 1546減掉737 也就是809 那這個非常可怕啊 就是說呢現在Textrack呢已經怎樣 已經超越 當然加上註解跟空白 但是這還是很驚人 我在2009年呢開始教Linus核心這系列的課程的時候 那時候呢還不到600行 好但是你可以看到說呢 現在這個Linus核心的規模 這個Textrack呢已經超越800行 就是這個結構題本身啊 還不看別的部分 那我特別跟你講這件事呢 就是跟你講說呢 這裡面呢顯然就很多我們沒有留意到的議題 好那例如說呢我們可以快速來 快速來檢閱 好 例如說呢在裡面呢有一些叫做Tracing 好 然後呢這裡呢也是在什麼 也是在Textrack裡面 好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關鍵字把它抄下來 好叫Function Graph Tracer 好 那這個在我們給各位的這個書本 這個這個講Linus CPU Schedule的書本呢 的第幾章呢 在第六章跟第七章 好有提到這件事 好然後 App Tracer這個功能呢非常之強大 這也是算Linus核心很有特色的東西 好過去呢如果你要去分析作業系統的話 其實你往往呢需要 把目前的服務停 就是整個系統服務停下來 好 例如說呢我以前在做這個 我以前在做手機的時候 以前手機是很有限的 功能很有限的 例如什麼呢 就是找一支手機給大家看 手機手機手機 好 例如呢這邊有一支手機 就是年紀比較大的朋友應該知道 這是3310 Nokia Nokia 3310 然後呢像以前這支手機 你們想過一件事喔 這個裡面呢 既然它有軟體就會有BUG 對不要懷疑 好就是有BUG 好然後呢這個 你有沒有想過以前呢 以前手機要怎麼debug 沒想過對不對 以前手機呢是這樣debug的 首先呢你要準備好一條USB線 USB線 然後呢 要把它就是連線 那注意到呢 不是只有充電喔 就是我們在debug這種裝置的時候呢 我們用USB線呢不見得是拿來充電而已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資料連接 就是Data Link 好 那既然要資料連接之後呢 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呢我可以用這個 用一些debugger 像這個GDB就有一個很強大功能 叫remote debugger GDB remote gdb debugger 然後它的原理 我們來看看它的原理 它的原理呢 大概是這樣 我剛好也寫過筆記 來來看一下 不錯不錯 就是這個這個 我們直接寫的筆記 好 這個行為大概就像這樣 就是你想像這件事 就是你的電腦 你的電腦在左邊 就是裡面裝了這個GDB GNU debugger 然後呢 右邊呢它可能是一台機器 也可能是一支手機 所以像以前呢 我們要debugger一支手機的時候呢 就要建立這樣連線 所以像跨面中這個這個 它會有一個通訊協定 所以它會有一個remote protocol 好 然後呢你要注意到一件事 不是說這個擦當機就可以debug 不是喔 這個就是很麻煩的 因為呢 這個連線呢 有可能這樣 會可能遇到品質問題 也就是它可能會斷線 或者說它可能會有一些 非一期的狀況 好 然後 更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以前呢 那我們通常需要呢 在執行的時候呢 把一些log 或者說把一些執行時期的資訊 印出來 那當然顯然不是印到在畫面上對不對 你看這個螢幕那麼小對不對 這個解析度多少 你知道嗎 這是176 寬的是176 176個pixel 那高呢是220 所以你看176x220 這麼小的解析度呢 顯然不夠你印出printf 所以真正printf是怎麼印出來呢 其實呢 是要透過剛才的連接線 連到這個host端 好 那你說這件事呢 只是連個線 絕對不是這麼單純 它要管的事情呢 很多 那你這個可以交叉看 看這個材料 也許我之後還會再參照到這一份 那我把它貼到這個 貼出來 欸 邊寫程式邊上課 對對對 還不錯啊 同學要登念程式啊 這個同學呢 他說他要變強 所以那個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來 關心他一下 好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東西呢 難就難在什麼 就是 因為它是不同機器 再跟你說 這是不同機器 所以以前呢 debug這個東西很麻煩 而且更麻煩的是說呢 如果你現在要debug的是 作業系統的kernel 所謂的alwayskernel 很多時候呢 我們需要做post-mortem post-mortem debugging post-mortem post-mortem debugging 那這個post-mortem呢 這個拉丁語 這個post-mortem 是那個 就是講那個人死 就是那個人死掉了 或者說 人就是發生變故 就是變成一個屍體 失守 然後所以就是說呢 這個post-mortem呢 就是 就講說呢 人死之後呢 我們就跟他 蓋棺定論 或者說呢 人死之後呢 對他做這個分析 那這樣的debug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困難 因為 你只能看當下的狀況嘛 比如說你去判斷說 他死多久啦 或者說他現在沒有失斑 或者說他的這個 血液的凝結狀況啦 或者說呢 他從這個癒合的狀況 然後甚至是 從他的腹部 看他的食物的消化狀況 好 總之呢 這種post-mortem debug 它的難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你能夠擷取的資訊量呢 是偏低的 那Linus kernel有一個很美妙的地方 就是這個 aptress 這我們之後也會探討 那這個aptress可以允許你呢 在Linus核心執行的當下 注意到喔 Linus核心執行的當下 可以去追蹤 可以去分析Linus核心 但是呢 Linus核心還是可以執行 這是什麼概念你知道嗎 就是有點像說 你一邊開火車 一邊修火車 對不對 聽起來很神奇對不對 就是 絕大多數的追求 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Linus核心可以 這也是為什麼呢 我們想要寫一本 這樣一個特別的書 因為我們不是只是跟你講 不是只是看了程式碼 跟你講去幻想 他是怎麼執行 你在網路上 可以看到很多這種文章對不對 就是 跟你講解一段程式碼 然後就開始幻想 開始腦補 注意到 我不想各位 是用這種風格 來上個課 因為說真的 你要去腦補 不用來這麼課就可以來 來腦補了 對不對 我們真的要學的地方是 怎麼去有效的去分析 怎麼用工程的方法去做 所以這個東西非常之關鍵 就是你看 你畫面中看到這些 就是他的tend statement 他不是post-mortem 他是當下的 就是我在科諾一邊執行 一邊做分析 所以你可以很清楚看到科諾這個事件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什麼呢 更酷的地方就是像我剛才講的 你完全不需要把那些科諾停下來 但是呢 你又可以在你指定想要暫停的地方 或者想要著重觀察的地方去強調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議題 然後這個在我們給大家書本的這個 倒數兩張 都在做這件事 好 那這東西善用什麼功能 這個東西太強大了 就是說你看 這個Ninx kernel程式碼它是非常龐大 然後你說要怎麼去閱讀 其實根本不是用閱讀的 就像剛剛提到的 你要確鑿說你自己對科諾的掌握度 其實要去修改 你說我閱讀都讀不完 我怎麼修改 這件事情有趣 其實你可以搭配像AppTree的工具 可以建出這個什麼 可以建出這個流程 結果很多同學會花很大力氣 去畫什麼流程圖 但是說真的 我不鼓勵 因為其實工具可以幫你 當然就是說你自己要去畫 這個還是可以做 我不是說這件事不對 而是說像AppTree這種工具 直接告訴你它的那個flow 所以其實你應該掌握 是它的這個流程之間的觀點 所以你看 像這邊來講話 只要執行這幾個命令 你就可以得到 什麼呢 Function Graph 這個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事情 然後你說知道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哇這東西可強大了 你可以知道執行到哪一段 然後花多少時間 更酷的方式 你還可以搭配額外的一些設定 然後給大家看 可以做什麼事 你可以去追蹤新的 你可以設計追蹤新的事件 然後這樣的話 我們可以搭配一些機制 一樣你可以把關鍵字記下來 這個稱為叫TracePoints 這個TracePoints 我們之後會有個對應的作業 讓大家去練習 不過這邊你先有你的概念 好 然後這樣的東西 一旦建立出來之後 可以來做什麼事呢 例如你可以搭配 來做分析 這是最基本的事情 那我們在第七章 就展示更強的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以前可以看到 Ron Robin 跟First In First Out 不同的Schedule Argum 那我要怎麼知道 它真正在令人核心 佔用多少Cycle 這個東西對不對 你過去只能用畫圖 你看第二章 像我講那個CFS 或者講不同的Schedule的時候 其實就是畫畫圖 跟過去你在科學書 或者類似的教科書看的 其實不會有說本質上差異 但是這個不一樣 你是可以直接在你的電腦上做實驗 注意到 你完全可以在自己電腦上做實驗 完全可以在自己電腦上分析 你不用借助它了 這是一個很關鍵的議題 所以你看到第七章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驗證 在第二章所看到這個圖 這個2.2就是 講不同的Schedule Argum Policy 對吧 然後它的影響 甚至我們還有提供工具 目前這個工具的程式碼 我們還沒有釋出 也許晚一點 在講F-Trace的時候 我們把程式碼公佈給各位 然後這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就可以甚至去 設計不同的情境 然後可以把它 把視覺要展現出來 那這件事非常非常關鍵 因為我們在課筒裡面 看的東西都是微觀事件 所以我們在課筒裡面 很多事件都是Microsecond 甚至Nanosecond等級的 所以你一定要仰賴這個統計 所以為什麼第一週很在意這個統計 其實在課筒裡面 這些事件 你其實是 你要把它想像它就是顯微鏡 甚至是電子顯微鏡 就看得到 就是你感受到這個Scale是什麼 Time Scale是秒等級的 所以對你來講 你可以區分1秒10秒 但是呢 從這個 從50ms這個 或是20ms這個時間範疇 你就沒有要感受到 50ms跟20ms什麼概念呢 Ninence核心在做Long Robin 預設的Time Size就是什麼 就是設定成10 10ms 那當然有些設定可能 設定成20ms 那總之就是說 它是個非常微小的一個 對我們一般的人來講 它是一個很小的時間刻度 但是以作業系統來講 它其實那個時間刻度是大的 再講一次 Long Robin如果我們把設定成 20ms的這個間隔呢 相對於很多科目事件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刻度 怎麼說呢 像Country Switch 一般來說像你的手機 當然不是這個手機 這是古代手機 我們來看 新的手機長什麼樣 新的手機 新的手機 不對啊 你自己就是手機 你知道吧 又到地上 像這個手機 像這個手機的話 它就是大概4ms 所以你看到 Country Switch是4ms 可是呢 RR的Interval是多少呢 這個Long Robin的Interval 就是20 或者10ms 所以那個時間間隔 對吧 它已經差了三個數量幾了 對吧 然後呢 如果是我們講指定的執行的話 它用Neralsic來計算 所以 這就是一個 涉及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你要怎麼掌握微觀事件 這個就是一個 很值得思考的一題 好 然後 然後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們還想要帶著大家去看這個 重新來思考 什麼叫執行序 你過去只是講定義 但是我們現在有機會 實作 當然我們這個實作呢 是建構在另一個核心之上 我們在前兩週的這個測驗體呢 其實有帶著大家去實作什麼 實作這個Coutine 還記得嗎 在這個第六週的這個測驗體的話 就講這個Coutine的實作 然後 那 也有提到這個Counted Switch 那我們在本週呢 我們就有 就是 從這個 從Button Art的方式學習 對不對 你已經知道怎麼去建構一個 具體而為的 Coutine 怎麼去具體而為去實作一個 pre-end-to-scheduling 那我們現在呢 就來看 一個完整的東西 會是一個什麼樣樣貌 當然你現在還不具備分析能力 因為你還是需要透過aptrace 還有前面講的一個trace point 這樣的一個機制 你才會有辦法更深入去探究另一個核心 但是這是一個很好的切割點 好 然後呢這個 這個 潮教律教授啊 他有一個線上教授 就是一個課程 叫OSDI Operating Syste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然後呢這個 他就有相關的講解 你可以當一個背影知識 你可以先去補強這方面的知識 再看這個部分 好 然後 就是 就像我剛剛提到 因為我這幾年在寫這本書 所以這份教材呢 是寫的比較早 我一直都沒有更新 那如果說你發現裡面有內容錯的話呢 請你 請你 路見不平 路見不平 拿土來填 然後就直接改 那如果說你不確定的話呢 請善用這個坑堂區 好 我們再回顧講那個Michael Kernel Michael Kernel 其實不是講Footprint 他其實在講什麼呢 是講說呢 有多少關鍵的材料 關鍵的 這些 這些 程式嘛 應該留在客籠本身 好 那如果說呢 你是這種像檔案系統啦 你的虛擬記憶體啦 或是說你的甚至什麼divide driver 你都放在客籠裡面呢 我們就稱為這樣 Monolithic 注意到喔 這東西不能把它翻成G 微小的 Micro的 的反譯呢 不是 不是Macro 不要搞錯 這叫Monolithic Monolithic 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它是一個整體的 所以應該把它翻譯成整體的核心 好 那這個 如果說呢 你是Kernel呢 就提供著包山包海的服務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Kernel呢 稱為叫Monolithic Kernel 傳統的Units就是長這樣 那現代Linux也是這樣 但是呢 那在80年代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呢 能不能把這個 Fire System啊 Divide driver啊 或是說像Networking啊 把它翻出去 這些程式碼呢 其實 為什麼80年代有這個想法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當時的Fire System 當時的Networking 都還在茁壯的階段 其實呢 這些往往都是出問題 很容易出問題的地方 好 那以前呢 如果是你採用Monolithic Kernel的話呢 你只要Fire System出問題 你只要Networking出問題 好 那整個Kernel就crash 好 那但是如果說呢 你今天把這個Fire System 跟這個Networking搬出去到Kernel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就算呢 Fire System crash 或是說Networking crash 其實呢 整個Kernel還是可以運作 好 所以在80年代呢 就有這個想法 那最早呢 來自CMU 後來那個優他 優他大選的 美國優他大選呢 就把這個想法的一個 發援光大 去維護這個發展 然後呢 你現在可以看到說呢 Microsoft Research 跟Apple 就是 你看今天很重要的這兩家公司 一個叫Apple 一個叫Microsoft 那這兩家公司呢 其實他們在過去呢 80年代也投入大量 80年代開始 也投入大陸能力呢 在Micro-Kernel的研究 至今呢 他們的這個作業系統呢 都還有Micro-Kernel的引擎 但是已經不是純粹的Micro-Kernel 我們把那種變形呢 我們把它稱為叫Hybrid Hybrid-Kernel Hybrid Hybrid H-I-P-R-Y-D Hybrid Hybrid-Kernel 所以這個很有趣 就是這個 80代呢 就有Micro-Kernel 跟Monolithic-Kernel 然後呢 到近代呢 也不是近代 我想看 我們這個詞不好用 好了 就是說這30年內 又有一個另外一個方式呢 就是把那個Monolithic-Kernel 跟Micro-Kernel 的想法整起來 例如呢 Mac OS EOS 很有趣 它這個production的時候 它是Monolithic-Kernel 就是一整體的 但是它的development的時候呢 它是開發階段 它可以 它變成Micro-Kernel 也就是說 你可以修改主態 讓那個Mac OS 看起來比較像Micro-Kernel 在開發階段 比較像Micro-Kernel 然後呢 在production 考慮到效率的時候呢 它會變成什麼 變成Monolithic-Kernel 其實Windows-NTE 也有類似這樣子 那不過呢 Linus-To-Arts 對這件事呢 其實它是很反感的 它是說呢 說你們這些公司啊 就講那個Micro-Kernel 跟Apple 就Just Marketing 就是說呢 其實技術本質 沒有什麼太 太顯著的差異 然後注意到呢 依循那個Linus-To-Arts的觀點 其實說真的呢 Micro-Kernel很容易呢 就會膨脹到 變成那個變左邊 也就是說呢 Micro-Kernel一開始 它想從左邊的 Modic-Kernel 變成Micro-Kernel 這個右邊的樣貌 但是呢 遇到效能不好的時候呢 就開始什麼 像那個當年的 Windows 就是這樣 就是發生Graphics效能不好的時候呢 就把Graphics Divine把搬進來 後來發生Keyboard 的效能也不好的時候呢 又把Keyboard 搬進來 所以 考到後來 其實Windows的 Kernel長的什麼樣 其實像左邊 而不是右邊 雖然一開始 Windows號稱它是Micro-Kernel 但是它其實現在的樣子是像 像左邊的 所以那個 Linus Thomas這件事 就很反感 就說 Just Marketing 然後不過呢 這整件事呢 還是呢 呃 就是一個相對的認知 事實上呢 現在呢 Linus-Kernel 有另外一個技術呢 有一個明星技術 叫EBPF 然後呢 就有人呢 說 EBPF呢 引入到Linus-Kernel之後呢 其實 讓Linus-Kernel 就這樣 看起來就像是一個Micro-Kernel 所以你看這個標題 你看這個標題 很有意思對不對 你看這個標題 直接寫什麼 它就直接說呢 呃 有了這個新的技術 這個我們稍微談 這個叫做EBPF 然後呢 這東西在做什麼事情呢 這個技術呢 讓Linus-Kernel呢 可以去 有辦法去修復 有辦法去調整自己 也就是說呢 Linus-Kernel 到今日為止 都還是Monolithic-Kernel 但是呢 如果越來越多的元件 可以透過EBPF去操控 那這樣的話 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說呢 因為 EBPF本質上它是一個 In-Kernel Virtual Machine 就是它是執行在Linus-Kernel 裡面的Virtual Machine 大家聽說 Linus-Kernel裡面是Virtual Machine 而且還不只一套 其中有一套叫EBPF 然後呢 這個Virtual Machine 裡面就可以執行很多程式 好 那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個程式呢 它是執行在Linus-Kernel裡面 沒錯 但是呢 它的行為就跟Micro-Kernel 想它可以搬出去到Kernel以外 它可以跟Micro-Kernel以外 做溝通 所以呢 在某些比較激進的觀點呢 就是說呢 EBPF把Linus-Kernel變成一個Micro-Kernel 知道這個是 這是有爭議的啊 不是每個人都認同這件事啊 但是 這可能也是一個開發方向 所以呢 天下的態勢很難講 對不對 分球必合 合球必分 沒有一定的策略 那就是一個工程選擇 那再說一次啊 在工程上呢 這東西都是Trade-Off 就是永遠都是一個Trade-Off 沒有一個什麼選擇呢 是絕對的比別人好的 好 然後 那注意到這個Micro-Kernel 它是老梗的啊 其實這個可以追溯到這個1960代 其實就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實作了 好 然後 這個這個Mark的地方呢 這個一樣啊 這個錄影啊 這個可以繳差看 好 我們回來看Linus Linus呢 是很很很奇怪啊 就是 Linus的這個SMP啊 Linus發展到現在超過30年啊 但是呢 Linus的 多 和 處理器的資源啊 其實呢一直到什麼呢 發展10年後才真的納入啊 這個是一個很 很扁扭的狀況啊 因為這個 Linus kernel發展的時候呢 其實 執行序已經在很多 多執行序呢 已經在很多商用的UNIS裡面出現了啊 例如說這個SGI SGI呢 它自己有一套UNIS 其實那個年代其實有很多UNIS 像這個Iris Iris就是那個SGI SGI它已經破產了啊 但是呢 它的這個 它在UNIS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啊 我們正在講鐵達尼號的時候 還對的 不要懷疑啊 我們正在講座有講對吧 講什麼啊 Linus核心的發展啊 怕你忘記啊 怕你複習啊 在哪裡啊 在這個 在第三週 第三週呢 講什麼 Linus核心的發展動態 就講了鐵達尼號 那注意到 鐵達尼號呢 是Linus被商用採用的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 所以這個鐵達尼號呢 真的很關鍵 那這個 還沒看過的同學呢 去體會一下那個鋼蛇震撼的吧 1996年 1997年的東西 對不對 要做到那個時候的水準 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好 然後呢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的東西是 是 是Linus核心的這個啊 它就是當年呢 當年呢 其實 像Iris這樣的作業系統啊 其實它在八年代 其實就 八年代末期 就提供多子音序啊 這是Iris 然後像HP呢 HPUX 就是 匯普公司的那個嘛 匯普公司自己的UNIS 那這個 SUN Microsys呢 SUN OS啊 Soraes 更是這個 裡面的矯正啊 其實這些作業系統呢 在八年代末期跟九年代 其實都有支援完整的多子音序 但是呢 Linus核心呢 很便宜啊 Linus核心真正的多子音序呢 一直拖到什麼時候呢 一直拖到發展十年後 也就一九九一年的發展啊 一九九一年 公開釋出 然後呢 其實要拖到二二二千零一年 才才政治納入 而且呢 早期呢 用一些很便扭的方式來 來實作這個 有個東西叫Linus Thread 它是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就提出來 可是呢 這個問題非常大 因為當時的Linus Thread怎麼實作呢 它其實是用Chrome Chrome系統呼叫做出來的 然後呢 Chrome系統呼叫我們在前一周呢 有跟大家提到吧 對不對 就是Chrome系統呼叫這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去查它的Main page 對吧 查完它Main page 跟你講說呢 去建立一個Travel Process 但是呢 你在裡面去檢索這個Thread這個字呢 即使Chrome系統呼叫也可以拿來建立Thread 但是呢 注意到呢 在Linus核心早期的這個Chrome系統呼叫呢 它產生出來的執行序呢 本質上還是Process 好 所以呢 它是什麼東西呢 本質上它是Process 只是說 這些Process呢 跟其他Process可以分享支援 也就是說呢 在Linus核心早期的執行序呢 是什麼 它就是Process 只是呢 它分享的比較 比較什麼 比較多 就跟別的Process可以分享支援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Thread 反過來說呢 如果呢 分享的少 就是一般的Process 那這樣的一個好處呢 很明顯就是說呢 呃 程式碼有很多地方可以重用 因為畢竟建立新的Thread 建立新的這個Process 其實都有很多邏輯是共用的 但是呢 這樣的問題呢 是很大的 這問題大在哪裡呢 問題大在 呃 問題呢 大 主要的問題在於說什麼呢 因為呢 我們現在的處理器是多核處理器 所以我們在這個排程來講 我們希望呢 呃 我們在多核處理器排程的時候呢 以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一個 我們會希望以最小的排程單元會是直行序 因為這樣直行序就可以對應到特定的處理器 例如說呢 呃 有另外一個作業系統你可能有聽過 叫FreeBSD FreeBSD呢 它就是一個 它這方面就很優雅 比如說它的最小的排程單元呢 就是Thread 那這個Thread呢 它就可以 它可以綁定在特定的什麼 哎呀 抱歉不是這個啊 就是查到Pro去的 要找Keylon 就是在FreeBSD的這個作業系統 它的最小排程單元呢 是這個Thread 那這個東西呢 就可以綁定到特定的CPU上 好 對 好 就是說呢 它就是在這個FreeBSD來講話呢 它最小排程單元呢 就是這個Thread 那每一個Thread它就可以指定特別的這種 特定的一個 呃 對CPU特定的偏好 但是早期的Linux呢 是不管這件事的 因為早期的Linux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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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方面是非常 呃 就是沒有考慮多情緒的 呃 多合合處理器的存在 那但是呢 注意點好 當年呢 Linux這樣做呢 其實不顯然是好 不顯然是壞事 就是 就是 程式法可以重用 可以共用 然後 呃 然後呢 呃 它就是簡單來說呢 Linux早期的設計呢 是讓Process更有效率 但是它的副作用呢 就是它建立出來的Thread 比其他的作業系統 像剛剛提到這個Iris 就是那個 SGR的Iris HP的UX Solaris 甚至是FreeBSD 那來 會比這些 實作呢 來 更來的沉重 那 換句話說呢 Linux就是犧牲Thread的效率 換取Process 犧牲Thread的效率 換取Process的效率 那這是一個策略 因為畢竟 在早期的Linux上呢 其實 當時 不管Linux拿來做資料庫啦 拿來做網頁伺服器 其他主要的用途呢 還是什麼 還是以Process為主 然後呢 這件事呢 一直到了什麼時候才改關呢 一直到2001年才有改關 那我們之後還會有個講座 專門在講多核處理器 然後我們又會把這些議題 重新來看 重新來回顧 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到 兩棟 15 欸 剛剛有個同學問到說 這個 挖古靈可不可以看cycle 欸 這個首先呢 首先同學 這個 我們作業說明有講啊 好嘞 怕你沒有注意到 來看看啊 我們在這個作業說明啊 就是第一次的那個作業 這個第一次的作業裡面呢 就有講這個wagrin 然後這個 這個wagrin 它的實作方式 你要先搞懂 你要搞懂什麼呢 你要搞懂說呢 它其實它本質上是一個什麼呢 它本質上呢 它是一個虛擬機器 就是說你看喔 在哪裡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它裡面有個虛擬的指令器架構 然後 它之所以可以來分析 Memitic 來分析這個 呃 這個 機體的存取呢 其實 因為想說wagrin呢 它就是模擬一個CPU 那它這個CPU裡面呢 它有一個中間表示式 這個稱為叫IR 然後 它會把這個S86啦 啊 或是其他資源的這個 微處理架構 轉換成這個IR 然後在執行的時候呢 會透過just in time的編譯 把這個機械嘛 這邊講機械嘛 就是你的這個 你原本程式 比方說你在S86架構 那當然就是S86 或是S8664 把它轉成IR 好 那所以呢 它就是在一個虛擬機器裡面執行 所以這邊呢 你說 可不可以看到Cycle資訊呢 這個 這個回答呢 要回答yes and no 就是 它可以看到Cycle 但這個Cycle呢 其實對應到什麼 對應到它自己的IR 所以這個地方是yes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講的是一個 Native Cycle 就是說 你就是wagrin它真正執行到 在這個 在你的這個host端 那host端的這個Cycle 那這個就要回答 no 所以這個問題是yes and no 好 好 那我們在休息之前 就是講到這個 好 就是這個表格 就是你可以看到說 早期的Linus 就是犧牲thread的效率 換取process 換取process效率 那注意到你在網上呢 有時候會看到類似的這個材料 講Linus的效率差 對 有重視 注意到的確有重視 但是 那些講Linus效率差的文章呢 很可能是在講 在講早期的Linus 那所以注意到 Linus核心發展到現在30年 超過30年 那前10年呢 就是剛剛講的那個狀況 就是它沒有真正有效的一個thread 它儘管它可以支援partythread 其實Linus核心呢 其實Linus核心呢 從1996年就可以 就搭配上面講的Linus thread 其實就可以支援partythread 當時也有一些程式可以執行了 但是Linus一直到2001年 才有個真正的thread出現 也就是說Linus在前10年呢 其實它是很不成熟的 那這張表格是那個 早期Microsoft的論文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在這邊來講的話 就是Linus被砲的很慘 被砲轟的很慘 你看喔 就是你看這個成本 這個security是這個 這個不是起點 不是那個 最近在講AI都會講到起點 不知道 這個是Microsoft Research 有一個很棒的研究計畫 叫security 這個專門很值得關注 其實Microsoft整個research 其實有很多很棒的研究 而且你很難了解 你可能很難想像說 Microsoftresearch 其實很早它就貢獻open source 它很早就貢獻了 其中一個叫做GHC 最重要GHC就是GHC 這個GHC就來自Microsoft 然後這是Microsoft很早期 1990年代就做了貢獻 就是它是Microsoft跟那個英國 英國政府的一個 英國一些 一些頂尖的一些研究團隊 合作 因為它學校很多啦 我已經搞清楚 道遠拿幾千 但是呢 Microsoft其實在90代 雖然Microsoft在90代末期 的確是有批評過Linus 甚至在那個以前呢 還有一個什麼 複活... 那個叫什麼... Microsoft... 那個叫什麼呢... 複活節... 備忘錄... 就是... Microsoft... 是這種東西啊... 萬聖節不是複活節 萬聖節... 萬聖節備忘錄... 就是... 問... 這所謂的叫萬聖節文件 就是Microsoft呢 其實在... 90年代呢 其實對Linus 還是很... 還是很敵視的 那當然這個... 無可厚非啦 因為... 以... 商業的觀點來講的話 其實... 因為Linus 核心崛起太快 那所以呢 那時候的這個... Microsoft的... 工程... 工程人員 還幫當時這個... 他的資深副總裁 其實就... 就寫了一個文件 就是說... 去講說Linus核心的這個... 對Microsoft潛在的這個影響 那當然... 那個時候Microsoft跟現在Microsoft 已經不一樣了 就那時候Microsoft呢 其實主要的獲利 還是來自... Microsoft Windows 對吧 那現在來講的話 都不一樣 Microsoft很多時候獲利 其實是來自Linus 然後... Microsoft曾經也是... 排名前20名的這個... 對Linus更多... 貢獻前20名的公司 所以... 這已經不同的世界了 所以... 請你不要... 搞錯了 就是... 那時候Microsoft跟現在Microsoft 真的差很多 而且Microsoft也是我少數 想要加入的大公司之一 就是... 如果給我選的話 如果給我選的話就是... 就... 常常有人問我說為什麼不去Google 我也說不去嘛對不對 真的... 但如果可以選的話 我會想要不要選... 選Microsoft 不過現在去太慢了 好... Anyway... 這個... Microsoft Research 其實很早就獲獻 而且這個地方的貢獻 它是很卓越的 除了剛才講那個... 剛才講那個GHC以外呢 其實... Linus... 在... Singurity 其實是很... 它有很多很亮眼的 你看喔 像這個... 這個作業系統很特別 像什麼呢? 你看它建立Process的成本 遠低於其他作業系統 遠低於Windows不意外 但是... 你可以看到說它的成本 其實比Linus... 比3BitsD都來得低 然後... 但是反過來說 你們來看Linus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Linus來講話呢 它的確... 它的... 如果我們不講Singurity 它是一個... 研究型的作業系統 就是我們講 FreeBSD Linus跟Windows 這三者都有 在那個時候 2005年的時候 都已經有商用 就是很明確的商用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 Linus的確... 它的建立形成的成本 是比較低的 這個符合上面講的 犧牲Thread的效率 換取Process的效率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看其他點 看其他點的話 你會發現說 它的這個... 資金序的成本 其實高很多的 像你可以看到說 跟Linus來講 就是... 我如果要切換... 切換這個... 切換這個Thread 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代價 比Windows是... 高的 甚至如果說 今天要做這個... 拼碰 就兩個資金序要做... 就是做那種拼碰 一來一往 一來一往這種切換 你可以看到說它的代價 就比... 比那個Windows高很多 好 那... IPC也是一個Linus 算很... 很致命的問題 雖然它的... 效率不能說... 差吧 就是... 跟FreePCD還不差 但是... 跟... 跟... 在研究前的專案比起來 只有... 很... 很... 很大的差距 那不過呢... 注意到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 很舊的Linus核心 2.6.1 然後Linus核心呢... 在後續的版本呢...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突破 尤其到... 2.6.23 記住這個版本... 2.6.23 2.6.23呢... 有全新的這個... 排程器 叫CFS 然後它有全新的這個... 呃... 記憶體管理器 叫做Slub 好 那這些呢... 剛好都在... Linus 2.6.23出現 所以你可以想說... Linus 2.6.23呢... 其實是一個... Linus一個... 你可以想說它一個... 很大的一個轉折 就是它在... 2.6.23呢... 這個... 呃... 版本... 就是2007年... 2.6.23呢... 其實奠定了今天的... Linus核心的面貌 好 然後呢... 這個Process跟Straight 怎麼差異... 這個在面試庭位... 尤其台灣的... 那幾家系統廠啦... 那幾家IC設計公司... 基本上面試都是B考題啦... 那... 那... 怎麼回答呢... 這個... 這不好回答... 你可以先選擇呢... 照你的課本的方式回答... 就是一些心法... 但是呢... 但是... 你可以... 你可以先照那個... 你以前恐龍書... 或者類似教科書看到的回答... 先回... 先打一次... 但是呢... 你... 最好呢... 再跟... 如果... Interviewer在於Linus的認知呢... 你可以直接跟... 什麼... 直接跟Interviewer講說... 那Linus這兩者呢... 其實實際上沒有特別區分... 就是你可以把剛剛講的那些... 講出來... 然後呢... 我們在這個講座... 跟... 整學期的課程... 其實我們再一次是... 好... 就是... 書上會說建立Stray的成本比較低... 好... 但是呢... 低多少... 然後呢... 是不是每次都會低... 然後這兩者的ConnectedStray成本又是如何... 好... 那這個東西就不是用拆的... 也不是用這個... 閱讀程式碼就可以理解的... 好... 所以我們就需要什麼... 工具... 對不對... 我們需要什麼工具呢... 像剛才提到的... 我們就需要... Aptress... Windows Kernel的實作... 然後我... 我大火啟發之後... 我在看Windows... 突然發現... 很多東西都貫通了... 然後呢...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看... 那個叫什麼... Windows... 95...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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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傑... 好... 就是... 它其實有一個叫做... Windows95那個... 成設計大介密... 那這本書的電子書... 我記得好像可以下載了... 那就是... 就是... 它早期的那個書... 就是... 某些地方可以free download... 就是這個作者同意的... 那不是海盜版... 然後呢... 我反而呢... 學那個... Linus呢... 反而是受到這個... 侯俊傑... 我的侯傑先生的... 啟發很大... 因為呢... Windows95... 在上個世紀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業型... 這大家... 已經知道... 然後... 那時候呢... 有很多... 高手... 他們會嘗試對... Windows... 做這個... 裡面去探索... 那其實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Source Code... 所以... 跟我們學Linus不同... Linus就是... 你會去... 閱讀程式嘛... 或是... 因為當時也沒有Google搜尋嘛... 你現在有... Stack Offroad... 你有Google Search... 然後你有一堆Source Code可以看... 但是在... 那個年代喔... 其實不行... 所以在這本書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它就用一大堆工具... 好... 這個工具呢... 就可以去... 窺探... Windows Kernel... 的行為... 好... 那一旦窺探... Windows Kernel的行為之後呢... 好... 就有一些... 有一些... 假... 有一些假設某些東西... 好... 然後呢... 欸... 後面透過更多的時間去驗證... 然後後來我在學Linus Kernel呢... 其實也是... 佈這個... 用這種... 佈上這個後塵... 那其實我也不用說... 一開始我就是... 去閱讀這個程式嘛... 因為... 一開始我也看不懂... 那但是... 我從這本書呢... 獲得很大的啟發... 這也是為什麼... 我後來寫書呢... 跟很多不同的... 跟大部分的書... 很不同的地方是... 我很強調這件事... 你看... 我畫了... 我畫了... 這麼多篇幅... 跟大家介紹... 可能後續還會再... 再擴充... 就讓你說... 透過做實驗... 去了解我們身處的Kernel... 而且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 隨著Kernel改版之後呢... 你可以用同一套方法... 繼續解析... 因為Kernel改版的時候呢... 程式嘛一定會不一樣... 不可能... 完完全全不改的... 不可能... 而且Linus Kernel是... 它之所以可以那麼... 那麼龐大... 就是因為它這樣... 它是一個持續在改進的過程... 但是呢... 方法既然是一樣的話呢... 這就是... 很值得我們去探索啦...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就會有機會的去看到... 怎麼去做Kernel... 怎麼去... 考慮到什麼... Intervalidation 實際啦... 考慮到Giton... 然後這東西呢... 需要用到統計學... 所以... 我們下週會來... 講更細... 講這個Spinlock... 那這個... 我們下週講Spinlock的時候呢... 我們會... 也會有提到一些統計... 哦...對了... 順便講好... 一個一個... 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這個... 我們的那個... 論文... 這個這個... 我們的... 我們的論文... 欸... 我們的...哪一片... 欸...等一下... 等一下... 這台電話的方法... 哦...對了... 就是... 欸... 有時候那個權限奇怪... 好... SOA... 這... 這...這片是我們很... 很早期的... 我把留著就是... 因為我... 我通常在另外一台這樣寫論文... 那這個是... 我們很早期的論文... 那這邊... 這是我們那個... 呃... 這邊真的要算的話呢... 是從我們在... 2018年... 然後呢... 這是羅西... 中正大學羅西教授... 代理的團隊... 我們有... 榮幸的在... 在這裡面... 那我們那時候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我們來研究這個... Spinlock... 那我們下週也會來講這個... Spinlock... 然後... 總之呢... 2018年開始的研究... 那我們經過多次的退稿... 就是... 大概... 總共大概5次吧... 5次的退稿... 然後我們終於在... OSDI... 對... OSDI... 我們終於... 我們終於... OSDI... 203... 終於... 終於可以在... 上面發表成果了... 然後... OSDI呢... 這個是... 作業系統... 研究的最頂級的研討會... 然後... 它第一年在1994年... 那第一年的時候就... 台灣的這個... 呃... 交通大學... 交通大學研究團隊... 然後呢... 呃... 那是第一... 就第一年舉辦的時候... 我們台灣就... 就有一篇論文... 被採納... 然後但是呢... 第二篇呢... 要一直在等到什麼時候呢... 要等到2020年... 就是這個... 中央研究院的... 這個... 那個... 叫什麼... 資訊科學研究所... 張元豪教授... 帶領的團隊... 在... 2020年... 然後呢... 第三篇就是今年... 就是剛剛講那個... 洛西吳教授... 還有... 還有我們成功大學的研究團隊... 在今年終於... 終於... 這個... 是DISM發表... 所以你看到... 三十年內... 就是台灣只有三篇... 這很難得啊... 但就是... 那... 這個... 很開心... 很開心跟大家分享... 然後呢... 我們下週呢... 會花更多心思... 來跟大家介紹這件事... 然後... 我跟你講這件事... 有個原因就是說呢... 因為這個是很微觀的事情... 這個Spinark... 它用到的指令呢... 其實很多就是... Microsecond... Microsecond... 甚至Nalosecond... 這個等級的... 所以呢... 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 它就是... 一定要... 你就想像是用顯微鏡... 對吧... 就... 時間跟那個空間的... 對比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就是用個... 不精準的對比... 就是你要把它想成說... 你過去呢... 都是用眼睛看的... 對不對... 你過去眼睛不好的時候呢... 戴眼鏡... 那不夠... 就是... 你過去呢... 眼睛... 看不清楚... 老花也好... 戴眼鏡呢... 可以校正... 對吧... 但是呢... 你看東西呢... 就是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 很有限的東西... 那我現在是要看... 這麼小的scale...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呢... 它的... 對於這個... 統計呢... 非常之重視... 那你說我統計學不好的不管... 沒關係... 就現在學吧... 你不要覺得丟臉吧... 我... 除了我也是做這些研究... 才開始... 把統計又重新學一次... 好... 那底下呢... 就有一些說明... 一樣呢... 請你對照這個錄影... 去... 看就這個... 相關認知... 然後這邊做一點補充... 就是我們在第一章的時候呢... 有跟大家解... 就是這個... 我寫書的第一章... 好... 我們來看... 就是... 當我們在講這個... process的... 管理的時候呢... 其實它涉及的層面很廣... 算我的書呢... 是講CPU Schedule... 但你可以要說呢... 講CPU Schedule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層面... 是會有相關的... 例如是... 剛才講... Test Track... Test Track... 是Linus核心... 非常有特色的東西... 所以... 你務必要把它搞懂... 這就是... 要征服... 科諾之前... 先征服... Test Track... Test Track... 包上包上... 什麼都管... 就是... tracing... 還記得剛剛那個... Function Tracer... 跟... Test Track有關... 然後呢... 跟這個... 機體管理也有關... V&A... 我們之後有個專門的... 部分... 那也許我們今年... 還會再發表一篇... 跟V&A有關的... 論文... 如果沒有被... 推薦的話... 你知道投這些... 所謂的... 頂級研討會... 喔... 那個真的很挫折... 118年開始做研究... 然後呢... 中間投稿好幾次... 然後投到都... 都快放棄了... 而且... 我們開始只投中間的... 那Review跟我們說... 欸... 他說... 你們這個研究太重要了... 那你要去投頂級... 就是... 因為... 因為那個... 投中間的話... 比較中間的研討會... 那個Review說... 這個東西... Review就直接跟我們講... 他也不懂... 就是說... 能夠給你... 意見的... 就只有頂級... 然後我們就投頂級... 那很開心... 就投了Ulysses啊... 投了ATC啊... 你知道那種... 那種所謂的頂級... 哇...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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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view的訊息... 包山包海... 那個... 反正要改東西太多了... 所以我們就... 就繼續改吧... 沒想到就是... 從... 18年搞到... 23年... 然後... 那不過我們... 今年會... 7月在波士頓發表的東西的話... 就還是... 比較接近... 兩年前的東西... 那我們... 我們在之前... 還有做一些研究啦... 不過... 我不知道什麼可以發表... 那... 也許晚一點... 我會把... 研究的炒稿... 分享給大家... 做參考... 然後回來這個case... 就是我們今天講... 行程管理... 因為它是一個... Modific kernel... 這方... 就提現得很好... 就是說... 我們講... Modific kernel... 我們書本主題呢... 叫... CPU Schedule... 對吧... 但是呢... 我偏偏就是要講到... Virtual Memory... 然後呢... 偏偏就是要講到... Synchronization... 對不起... 那就是要講... 因為裡面呢... 就是這麼複雜... 而且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如果呢... 你在... Links kernel的Source Code裡面呢... 去找那個... 找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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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荒謬啊... 就是出現那麼多次... 好... 出現幾次呢... 我們來看看喔... 好... 欸... 找錯了... 就是... 你看... 2000多次Luck... 然後呢... 這個... 注意到這個... 這個是一個... 很可怕的問題喔... 因為不是只是... Links kernel有啊... 我們講不是全部... Links kernel... 我們講只是Schedule... 就是我要講Schedule... 上面竟然出現... 2000多次Luck... 對不對... What's... What's funny... 對不對... 就是... 很可怕... 對不對... 更慘的地方是說呢... 這邊有很多Luck... 我們都很... 質疑它的那個... 問題喔... 所以我們這個... 呃... 我們從去年開始有個研究喔... 就開始在... 在分析喔... 到底... 這2000多個Luck... 是不是必要的喔... 那我們初步的研究呢... 指出呢... 應該有一半喔... 甚至更多的Luck... 完全沒有必要存在喔... 那其實這件事... 有可能對Kennel... 有一個很大的衝擊喔... 但是我們現在還沒有... 呃... 我們還需要一些數學模型... 就是...呃... 怕你不知道這個數學模型長怎麼樣喔... 它... 它長得像... 等一下喔... 抱歉我沒有要... 我沒有要給你看新的論文喔... 因為我還沒... 我還沒發表喔... 我給你看舊的... 咦... 咦... 好... 又是權限... 就是... 給你看舊的喔... 就是... 這邊我們在那個Archive喔... 那個...就是那個... 論文的預覽喔... 有給大家看的喔... 這是我們是2080發表的... 那我們... 呃... 這幾年還在改喔... 那就是說呢... 呃... 我們那時候的做法就是... 我們先做一個小的Kennel... 我們稱為叫PicoRT... 這是在成功大學發展的一個... 作為系統... 然後我們在PicoRT呢... 我們去... 去... 呃... 就是去... 去... 去... 去model它的那個狀態喔... 所以在這邊裡面... 就會看到一些可愛的數學... 欸...對這個喔... 就是... 你說這什麼鬼喔... 真不好意思... 這是一個數學喔... 好...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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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妳講的地方就是說呢... 其實現在的東西喔... 要驗證它是否正確... 或是說... 像我跟妳講講... 我要去確認說它是不是... 這些Lock 是不是必要的喔... 其實它都需要數學模型喔...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這麼... 很在意數學喔... 我們不是做運算喔... 運算是基本的喔... 但是我們這邊來講會有多... 推倒喔... 那這邊呢... 有巨大的... 改進空間喔... 這是我們這幾年的... 結論喔... 但是呢... 這方面呢... 也導致Lins Connell真的很... 很難學喔... 好... 這個... 有機會再跟大家... 來探討喔... 好... 然後... 再來是... 就是... 我們講那個Process跟Thread嘛... 就是我們剛才講過... 其實Lins Connell沒有... 故意不特別去區分喔... 就是... 它讓這個... 實作保有很大的這個彈性喔... 好... 然後...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彈性呢... 其實有反映到這個... 這些名詞上喔... 我們在... 像我用PS這個命令呢... 我看到的東西是什麼... 是PID... 叫做Process Identifier... 然後在這裡面呢... 呃... 會有一個所謂的TGID... 好... Thread Group ID... 然後這個東西在... 呃... 我們第五週的那個... 第五週的教材... 第五週教材... 有跟大家介紹那個... 也是講CPU Schedule... 那個... 有一份那個... 有一份Google Slides... 那這個也可以教大家看...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就反映到Lins Connell... 故意把這個... 故意不區分... 不... 故意不明確區分... Ports跟Thread... 那這是它還是要去... 有這種... 啊... ID去表示... 所以你看... 我今天有PID... 那我有TGID... 然後呢... 我還會有什麼呢... 我還會有這個... 它的那種... 階層結構... 好... 好... 那這邊一個重點... 在這裡... 就是呢... Linux的這個... Thread... 也可以呢... 被叫做LWP... 這叫LightWave Process... LightWave Process... 最早呢... 是來自SUN... 就是SUN Microsystem... 它自己的這個... 的Unis... 稱為叫SUN OS... 然後... 後續呢... 被Solaris繼承... 這個Linux的... 它確實可以叫LWP... 但是... Linux的Thread... 實作手段... 跟Solaris... 是有很大的差異... 那... 恐龍書呢... 大概是第九版... 我記得... 沒錯的話... 是第九版... 有部分呈現... 恐龍書在之前的... 版本... 關於Linux的論述有問題... 在第九版... 就去調整... 然後呢... 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說... 我要怎麼去建立一個... Process也好... 或是Thread也好... 其實就用Klon系統呼叫... 就可以來建立... 那後面要... 可以給很多那種參數... 你看... 這邊有幾個參數... 1... 2... 3... 4... 有4個參數... 有很多參數的... 它有... 可以比較少的版本... Klon系統呼叫... 是一個... 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系統呼叫... Klon... Klon系統呼叫... 大... S... 他現任老公... 所屬的... 團隊就在... Klon... 然後這個系統呼叫呢... 它真的很特別... 那這個... 請你呢... 教他看... 那我們這個... 之後我們有一個... 本週... 本週我們有一個... 對應的測驗體... 就會來講... 講這個... Klon系統呼叫的... 應用... 然後這個地方... 請你教... 搭配看... 然後... 我們為什麼在第一週呢... 要跟大家講... Link List... 因為... Linear Process... 其實就是... 就是規範在... 這個... Test Track... 然後... Test Track... 就是... 一個又一個... Link List... 去... 去秒數的... 所以... 有沒有... 像你寫作業... 就會有熟悉的... 有List Head... 有沒有看到... H-List Head... H-List Node... 這裡面呢... 也有H-Table... 那我們在第二週呢... 就跟大家介紹到... H-Table... 然後... 我們這邊就有一個叫... P-A-D Hash... 所以... 看到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豁然開檔... 對不對... 終於知道為什麼要... 我們要這樣出作業啦... 也就是讓你有透過... 手動... 去參與... 去瞭解呢... 整個... 整個的行為... 然後... 這個List... 應該就很熟悉啦... 然後... 你應該瞭解說它的用法... 好... 那接著呢... 我們... 往... 往前走... 好... 然後... 我們剛剛沒講完的地方... 就請你自己看錄影啊... 就是那個... 我也許我晚一點... 我今年晚一點... 我也許會把那個process的地方充假... 在我書寫... 書有一點進度之後... 好... 那接著我們來講就是說... 如果呢... 你要去修改Kernel... 或是你要觀察Kernel... 那觀察Kernel的時候呢... 有個問題啊... 因為你在Fibonacci Divide Driver... 第三週的作業呢... 你... 手... 手動的去... 建立這個... 就是... 就是... 開發你人生第一個... Divide... 那個什麼... 那個... 人生第一個... Divide Driver... 對吧... 欸... 欸... 我們換... 換... 換IP啦... 像那個... 呃... Fibonacci Divide Driver... Fibonacci Divide Driver... Fibonacci Divide Driver... 你看... 我有個目錄... 有個目錄很酷... 你說我的測驗體跟作業怎麼來的... 我們就... 這都是我們... 本學期的作業跟本學期的測驗體... 你們覺得很可怕對不對... 就是... 有一對目錄... 反正就是... 我們每學期都會出新的作業... 可能是舊的作業的擴充... 但總之就是每年都不一樣... 然後你看喔... 這個Fibonacci Driver你已經用過吧... 對不對... 就是... 你... 呃... 好... 我修正文的話... 你應該已經... 看過很多次...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我在掛載的時候呢... 你看我這個前面在編譯對不對... 那後面呢... 在做什麼事呢... 在掛載對不對... 掛載這個Kernel Module... 然後呢... 我用一個... 我用一個... User Space的程式呢... 對Kernel... 做什麼... 做... 做... 呃... 那個... VFS的存取... 好...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 它要去打開這個節點... 好... 就是... 這個... Fibonacci Device Node... 好... 就是... FibDRV... Fibonacci Device Driver... 好... 然後這邊呢... 值得注意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你過去呢... 你過去呢... 是這樣子在你的電腦... 自己的電腦開發... 好... 然後我們特別跟大家講就是說呢... 請你呢... 務必要使用這個... 呃... 務必要在... 你的電腦上安裝Linux... 那當然你... 電腦上安裝Linux... 可能會遇到困難... 遇到困難的話... 請你告訴我... 但是就是請你... 一定要安裝... Linux在這裡面... 還有一個... 除了... 測量效能... 一個問題以外... 就是... 這個考慮以外... 其實還要考慮另外一件事... 就是呢... 我們會介紹一個... 專案叫... VertMe... 這個VertMe呢... 它是利用... 那這個... Qm裡面呢... 又會用到... KVN... 這個... Linux KVN... 然後我們之後... 還會跟他講這個... 那總之就是說... 這個... Qm呢... 它其實需要... 呃... 硬體的... 虛擬化的支援... 否則它執行會太慢... 呃... 做很多實驗... 反過來說呢... 如果可以搭配... KVN的話呢... 你可以很有效率的去做... 模擬... 那你可以很有效率做... 做你想做的實驗... 那不過呢... 首先你要有一個... 完整的Linux... 所以這為什麼... 你不能用虛擬機器... 因為... 如果呢... 你看喔... 你... 先用Windows開機開起來... 那開機開起來之後呢... 你去執行Linux... 那Linux... 在執行一個... 虛擬機器叫... 但是你沒有打開KVN... 那對不起... 那... Qm會變超級慢... 而且你原本Linux... 就已經執行在... 某一個虛擬機上面... 所以它會... 慢上加慢... 所以這邊...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有一個第三週作業... 要求你呢... 把Linux... 裝在你的電腦上... 而且呢... 你每天用Linux... 你Linux的能力就變強... 就這麼簡單... 很多同學問我說... Linux怎麼變強... 就每天用... 對吧... 那你說... 用不習慣怎麼辦... 欸...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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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問我這個問題... 這是你的決心嘛... 對吧... 你比別人慢學... 我覺得不可恥... 可恥的地方是... Linux已經影響到我們的方方面面了... 對吧... 就... 比別人慢... 就比別人投入多... 就是... 這是什麼... 天道酬勤嘛... 對吧... 就是這個... 這個... 好... 請不要跟我討論這個問題... 不要問我說什麼... 有沒有... 高CP值的學習方法... 對不起... 我不知道... 好... 那這個...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這個部分... 介紹什麼呢... 介紹... 呃... 就是我們... 我們介紹兩個... 兩個東西吧... 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 這個... 就剛剛看到這個... Volt Me... 那另外一個是... User Mode Linux... 好... 那... 這個專案很有趣... 它跟Linux Kernel有很好的整合... 好... 我們來看看... 好... 那注意到這台機器呢... 這台機器是... 那個... 60... 抱歉... 這台機器是... 64度的架構... 然後... 呃... 我們這一篇呢... 其實主要還是針對這個... S8664... 就是這個... Intel啦... 或者MD的那個... 處理器... 但是... 但是... UN的支援我們還在做... 然後... 但是還沒有做完... 因為... 有個很大問題是... 那個... UN64... 的... 部分... 因為... 底下有些工具... 像底下講的這個... Crash... 這個有一個工具... 它的名字就叫Crash... Crash... 這個... 這個東西呢... 比較尷尬就是... 它的... 它對... UN64... 或是... ARC64... 的資源... 有問題...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 排除問題... 那... 呃... 因為... 大部分同學應該還是用... Intel 或是... MD的處理器啦... 所以應該不會遇到問題啦... 那如果呢... 你剛好呢... 用這個... UN的處理器啦... 比方說你用Apple的M1... 或是M1 Pro... 或是M2... 那... 可能會遇到問題啦... 那這個... 好... 你發現你跟我討論... 我們看怎麼... 怎麼排除問題啦... 我也在... 我也在想... 好... 不過沒關係啦... 這是... 這是它後半段的部分啦... 但前半段還是可以看... 好... 那首先呢... 就是安裝一些必要的套件... 這邊安裝一些套件... 那接著裝這個VotMe... 那注意到是Python撰寫的... 那... 好... 然後...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做一個示範... 就是說你看我現在的環境... 我這邊來講話呢... 我就是有一個... 我從... 從這個... 我從這裡... 我從... 正面去... 去取得... 這個... 取得... Stable Kernel... 那注意到... 注意到這個部分啦... 就是在... Kernel裡面呢... 有個叫... Git.Kernel.off... 這就表示說... Dins.Kernel的... 呃... 的發展... 那其實上面有很多不同的... Tree... 就是這個... Git.Tree... 有很多不同的Tree... 但注意到這個Tree很重要... 這個Tree就是... Stable Kernel... 像你看... 我此時此刻呢... 我就是... 呃... 就... 你可以去... 去... 去取得這個... 程式碼... 你看... 那此時此刻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呢... 目前呢... 最新的版本是什麼呢? 目前最新的版本是... 6.1.21 就是在3月22號的... 那我們今天... 這份文件的撰寫是針對這個... 那注意到7萬版本... 那我們現在的branch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branch是... 6.1.y 6.1.y 就表示呢... 它是... 可能是6.1.20... 6.1.21 那剛剛有提到呢... 我講... 講課的當下... 最新的版本是6.1.21 好... 那注意到呢... 那這個版本一定要切換啊... 因為... 如果你用6.2版的話呢... virtme有問題啊... 所以... 就是... 你會覺得... 奇怪... 林斯克朗怎麼... 怎麼... 這個有問題... 那個有問題啊... 對... 就是有這種狀況啊... 那因為... 就是不是林斯克朗不好的嘛... 是因為... 林斯克朗改變很快啊... 那這裡有些工具呢... 可能跟不上... 像剛才Crash... 它在某些架構... 像UN的架構可能會有問題啊... 那這個virtme呢... 就是... 你用6.1可以... 如果用6.2的話... 對不起... 就是要改啊... 那我們現在還在改啊... 所以我們為了這麼的課呢... 也... 也至好來維護這個專案啊... 因為這專案... 大概有兩年沒有維護啦... 那我們... 正在考慮要不要... 維護這個專案啊... 就virtme這個專案... 那... 反過來說呢... 這也是各位可以貢獻的地方啊... 所以請你不要想說... 哇...怎麼林斯克朗這個沒有... 那個也沒有... 你要想... 哇... 這個也可以貢獻... 哇...看... 瞬間就賺了什麼... 有可能賺了Patch... 對吧... 讚...對吧... 所以你要往這個想... 就是... 不要問林斯克朗可以為你做什麼事... 要問你能夠為林斯克朗做什麼事...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 勒血沸騰...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邊就是... 你可以去... 選取那個預設組態... 預設組態... 然後你... 你執行這個命令的話呢... 這個virtmeconfigur kernel... 那它就會... 把你的configur... 寫到這個... Dartconfigur... 所以就是... 這個命令一旦執行完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 Dartconfigur... 注意到... 這個... 有一個叫Dart... 注意到這個點... 好... Dartconfigur呢... 你看它... 它上面就跟你講什麼... Do not... Edit... 就是跟你說什麼... 我要去編輯... 因為這東西是什麼... 這是由這個... 克朗的主態去建立的... 那你會好奇... 這個東西怎麼建立的... 或是怎麼去修改... 它可以這樣... Menuconfig... 在你電腦上呢... 你一旦取得Linux kernel之後呢... 你可以用Menuconfig... 像這樣... 那就可以去... 變個你的設定... 然後... 例如說你發現什麼... ACPI不需要... 那我就把ACPI關掉... 然後呢... 或是說呢... 你想要... 你看那個檔案系統... 那個檔案系統說... 說... 欸... 你看到什麼... 哦... 你說我不需要這個檔案系統... 就把它... 那或者說呢... 你可能需要... 開某些選項... 哦... 或是關掉某些選項... 那你... 你可以做這個... 做那個... 相關的存取... 好... 然後這要注意的地方是呢... 在Linux kernel裡面呢... 有大量的密碼學... 你看到... 我們在第一週呢... 其實有講到什麼... 就講到這個... Entropy... 好... 那這個Entropy呢... 就第一週那個... Levizio那個作業... 就講到Entropy... 然後這個Entropy... 對於理解這上面的東西... 太重要了... 所以其實呢... 你在了解Linux kernel呢... 你至少... 至少知道說什麼... 這東西怎麼選... 你說我用預設主態就好了... 對不起... 預設主態不夠... 然後呢... 在Linux kernel裡面呢... 還有什麼... 還會有這個... Linux kernel裡面... 那注意到呢... 這上面... 你看到... 就是畫面中這個... NCPRNG呢... 這是可選的... 但是底下是不可選的... 為什麼它不可選呢... 因為它已經被選了... 就是它已經... 它已經被其他東西選... 選擇了... 好... 然後這東西為什麼要知道呢... 因為呢... 你要了解你的... Linux kernel裡面的品質...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就算你不了解它的數學原理... 但是你可能會在... 可能會遇到... 尤其說... 你以後... 開發Device Driver啦... 或是處理一些... 網路... 因為我想各位... 就我們這麼刻的設計... 是考慮到... 大家以後可能會加入... 聯發科啦... 加入高通啦... 聯勇啦... 瑞育啦... 這些世界一流的... IC設計公司... 我們會... 或是加入Google... 或是Facebook... 這種世界一流的... 諮詢公司... 幫Macrosoft在內... 就是... 我們當初設想是這樣... 所以呢... 這些公司呢... 它面臨的問題... 我們就是希望呢... 在課程中可以... 可以涵蓋... 好... 然後你看到... 我剛剛做了一個設定之後呢... 那我這個... 這個... 新的修改呢... 就放... 就會... 加入到這個... 那我做了變更之後呢... 我就可以來編譯... 我們的核心... 那最後面有個... 接散熱... 就表示說呢... 我在電腦上有三色核... 那我就盡量呢... 用這個... 這台電腦上的這個... 運算資源... 來編譯... 那這個取決於呢... 你用的電腦的等級啦... 就是有時候編譯會比較久... 特別是第一次要... 會很久... 那之後呢... 可能就是... 箱子比較小... 然後呢... 不要跟我說那個... 不要跟我說... 你電腦不夠力啊... 這種動物體啦... 這個... 與其抱怨電腦不夠力... 你該想想看... 你有沒有... 認真的去思考這些步驟... 或是... 有沒有去做功課... 對吧... 因為... 你... 你... 忙碌搜尋啦... 忙碌的... 還不如把這個文件啊... 把這種... 相關聯的關係... 把它想清楚... 好... 然後呢... 經過一段時間的編譯之後呢... 你就會得到... 這個... 變出來的Kernel Image... 那不同架構會得到不同的Image... 比方說呢... 如果你用的是... MD啦... 或是Intel的處理器呢... 它會得到這個... 這個... Architecture底下的... S86... 底下的... BOOT... 底下的... BZ Linux... 那如果說呢... 你... 跟我用的一樣呢... 是... ARC64架構的話... 那最終會得到這個... 就是這個... BOOT Image... 那最大... 嗯... 對... 這... 這編譯啊... 一段時間... 那如果說... 你這個... 一旦準備好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這樣的方式... 用這個命令可以去啟動Kernel... 好... 我們等一下吧... 嗯... 應該還要... 應該還要... 現在是Driven了... 好... 應該還要... 還有兩分鐘...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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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 呃... 你的電腦呢... 要確保說... 你的... host端的電腦... 什麼叫host端... 就是說... 呃... 你看我現在編譯Kernel... 我現在編譯Kernel的話... 就是host... 就是我在... 我在這條列上... 把Linus安裝起來... 那這個就是host... 然後呢... 一旦呢... 我通過Cumul... Cumul這個虛擬機器... 把Linus執行起來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 Cumul所執行的Linus... 稱為了guest... 就是一個host... 一個guest... 那我們在翻譯的時候呢... 把host翻譯成宿主... 然後呢... 這個... guest就翻譯成... guest不好翻譯... 就是... 你就講guest... 好... 然後... 一個host端... 一個guest端... 然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KVN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加速機制... Linus KVN... 欸...還在編... 抱歉... 你還要等一下... 因為我們剛剛改了設定... 所以那個要編比較久... 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KVN... 那這個... 這個東西非常關鍵... 那這個呢... 其實也有很大的... 就是... 投入空間... 那Linus KVN這個東西很特別... 就是... 它當初呢... 只有兩萬行... 然後... 它當初呢... 就是一個... 以色列的公司... 的... 你可以講說side project... 就是一個... 一個... 副產品... 然後呢... 沒想到呢... 在這個... KVN發展的時候... 剛好遇到一個... 很重要的... 考量... 就是... 就是... 以色列那家小公司... 當年在開發KVN的時候呢... 剛好遇到... AMD... Intel... 陸續都加入這個... 硬體... 虛擬化指令級的支援... 像Intel有一個東西叫... VT... VT... X... VTX... VTD... 就是一個... 虛擬化技術... 然後呢... AMD呢... 也有類似的技術... 然後呢... 這些技術很關鍵的地方是說呢... 過去呢... 其實像那個... VNware... 或是那個... X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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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Virtualization 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是指定级层级 就是CPU CPU Virtualization 第二个层级叫Memory Virtualization 第三个层级叫做Device Driver 或是Preflow Virtualization 就是虚拟化有三个层级 刚刚讲这个VTD VTX Intel的技术 那MD有类似的技术 那也是陆续 逐步的去从CPU Virtualization Memory Virtualization 以至于到Preflow 或是Device Driver Virtualization 就是陆续加进来 那KVN刚好就是赶上这一波 赶上这一波硬体 硬体虚拟化 对不起还在编呢 好 那这个硬体虚拟化 然后所以它进行 它一开始只有2万行 你要知道 这个其他虚拟机器 大概是什么规模 其他虚拟机器大概都是 大概五六十万行跑不掉 但是KVN一看就只有2万行 然后后来呢 这个发展KVN的公司呢 也很神奇 就是它本来是一家 以色列公司 看看KVN收购 那个 雷黑呢 在这个2008年 就是收购 我回家 收购 这个 收购 2008年 这个 就是 KVN 这个 就2008年收购 这个以色列公司 就是 你们看那个数字啊 就是大概 大概 就是大概 1亿美元 1亿美元的规模 去收购这家公司 然后后来证明是一个很划算的投资 因为现在我们讲的这个Google Cloud 或是EC2 Google Cloud是Google 然后EC2是亚马逊 AWS的EC2 其实这些主流的云端预算环境 其实它就是执行KVN 然后 KVN哥很棒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的发展 跟这个硬体 就是像这个 Intel VT 然后还有MD V V就表示 Vertualization 它是 同时期 同时期发展 当然 硬体是 先出来的 然后呢 KVN就是 一步一驱的 然后后来呢 这些 Intel也好了 MD也好了 甚至Arm 他们在发展 他们自己的虚拟化技术的时候 都陆续会有去参照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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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照KVN的发展 好了 这个 我们等一下再展示给大家看 刚才我忘了要切换 我刚才把那个 设定改 那我们就来讲另外一个东西 叫 UserModernus 如果你刚才的东西 让你觉得很困惑的话 有个东西很快 就是叫UserModernus 来来看看这个东西 多快 让你开心的快 哎呦 我猜 要跳过来 所以他就跳过来 就完成了 没有啦 还有很多kern 就要弄 好 就是刚才那个 是完整的kern 所以那个要变一阵子 然后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 那这边的话呢 就跟你介绍 就是UserModernus 注意点 见证提及要开始 你看 我现在执行UserModernus 好 我准备要执行 我接着手 你看我的手 我要按下Enter 开完机了 来来来来 见证提及 来来来 再重回这里 重回这里 你看到 我现在手 要开 UserModernus 开好了 那你说这个什么东西啊 它是真的Linus啊 对吗 你看 这是5.18 那 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你看到 我的host端是什么 host端是5.4的kernel 看到吗 5.4.0 然后我现在见证提及了 开起来 开完了 有没有 爽 就是这么快 然后这个UserModernus 它很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 它把Linuskernel 移植到UserMod 所以像什么呢 就是你host端 像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上就有这个 我的host端是5.4 然后我的gast是什么 我的gast是5.18 所以你看到5.4 是一个器额开起来 它在作为host 然后你上面执行那个 那个gast always 所以5.18 指引在这上面 然后呢 这东西很酷的地方就是说 因为它的很快 而且它的 它 它的就是 它启动非常快 然后它很适合做教学环境 那我这个有个讲座 一样这个录影 所以请你教他看 然后所以呢 在上面呢 我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实验 像我们之前的同学 要去改进那个 Links Kernel Link List 还有改进那个 因为我们之前有找到那个 Swap 还记得第二周的这个作业 讲Swap 那我们去年有同学 这是张游人同学 他就是 他就尝试去修改 Links Kernel的实作 然后他就是在 Useable Linux上面做实验 因为它很快 就是在启动很快 好 那做一个对比呢 我们来看 就是 做一个这个对比的话呢 我们来看这个 这个WordMe 用WordB来开启 你看我们这个 KnowMatch已经怎么 编译好了 对不对 KnowMatch就编译好了 然后我就把它开启了 那这个东西呢 就一开始会比较慢 慢的原因 不是因为虚拟基础慢 而是因为它是用Python写的 就是 你懂吗 它就是要 Python那个IO很讨厌很慢 好 那现在就开启开启了 那你看开启过程中 就一路一路慢慢慢慢 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开启画面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 它的那个版本 好 那这边来讲话呢 就是6.1.21 我在我这台电脑上执行 然后它就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系统 然后你在上面可以执行一些命令 你甚至呢 可以要求Know去crash 对对 不要欢迎 就是 在讲上 就是你可以要求Know来做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要求Know呢 可以crash 就让Know可以panic 那你说 这样Know就不执行了 哦 你说这个意义是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这个crash 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想要去研究Know的执行状况 那我可以向他crash 你说让他crash 可以做什么事 可以来做post-mortem的分析啊 然后呢 就可以搭配 搭配工具叫crash 这东西很强大 那你可以真的看这个教材 就是我甚至可以干嘛 我甚至可以用GDP去分析呢 我现在停在哪一段 然后可以去看就是说 我现在停的地方呢 是在哪里去执行 然后呢 你甚至呢 去可以改变Know执行的行为 这个东西很强大 然后这个 我们下周呢 有一个对应的一个作业 就是我们下周会接触一系列的Know module 好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Know User Modulus 所以你看到 Wordme呢 是直接呢 用KBM执行完整的Linus 所以你编译的Know呢 其实可以在真正的硬件上执行 我只是用Know去执行 然后User Modulus呢 它很特别 它是执行在Linus之上 所以它需要一个已经执行的Linus 然后它其实是Linus一个很小一小的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版本 我们把这样东西 我们称为叫Pair Virtualization 就是Virtualization是叫虚拟化 那Pair 这个是一个希腊字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半 不健全的意思 所以它不是Health的意思 不要搞错 Pair跟Health是不同的 比方说我们讲说 比方说我有两只手指头 然后我给你两份 不是手指头 今天讲很可怕 对不对 我给你两份餐点 那两份餐点一半 就Health 不是我给你一个1 那它Health就是1 2分之1 对吧 然后但是Pair不是 Pair就是说 它可能是一个什么 就是你看 就是一个 我要把某个东西 像我要去做嫁接 对不对 还记得吗 嫁接 就是我们要做嫁接 对不对 嫁接通常在做什么事情呢 嫁接通常都是 我给你一个 两个不同的职务 对不对 所以你看 我可能会有这个接税 然后还有这个 底下的就是 你要移植的标的 所以你看 就是它就插进去 然后重点是 要让它的组织接触 然后把它对它的组织做包覆 然后这个 所以你可以想象的一件事 刚刚User Mode Linux就像这样 我们透过一个修改过的Linus 然后执行在原本的Linus之上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它会执行这么快 因为它不是完整Linus 它刚好把Linus的关键程式码 找出来 所以这个你可以做 所以它为什么它会快 就是因为它就是 只要管很小一小的一部分 这个很有意思 然后呢 甚至呢 在Android里面也用这个 就是在Android 5.0之后呢 用这个User Mode Linux 来做这个网路的测试跟分析 然后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 很方便的执行环境 而且它就真正一个 货真价实的执行党 像我们刚才执行那个 执行那个执行党 它的电视量就叫Linus 而且它真的可以执行 它就真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执行党 然后 所以呢就是我们两个东西都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们介绍什么 就是我们介绍一个完整的一个虚拟环境 然后编出来的坑统可以在真正的引擎上执行 然后另外一个是不完整的 我们称为叫Pair Virtualization 那你可以快速做这个实验 休息一下 休息到21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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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有同学提到说 这个User Mode Linux上 没有Witch Mode 当然有啦 这个这个 好 给你看 好 给你看 对对对 好 比方说呢 你 你当然可以 去看那个什么 它的 表现 Slave Slave Info 那这个 这边就是Virtual Memory 你看到 对不对 就是Slave是那个 Kernel的那个 机体管理器嘛 叫Slave 然后这边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它的每一个 Module 还有那个 Subsystem 它使用的那个机体 可以知道它的那个范围 还有它的属性 所以这个是 货真价实的Virtual Memory 那包含说这个KamiLock 对不对 你有写作业就很熟悉 对不对 它就有不同的那个大小 这个我们之后在细讲那个Virtual Memory 时候可以用 但是关键上就是让你知道它的使用 哎呦 用这个习惯是什么鬼啊 对没错 GHC就这个 好 可爱的Haskel 呃 好 刚才有东西问到说这个 User Molinus上的 是不是每个都有Edge Space 呃 这个东西很有趣啊 这个就是跟 这个要解释的话 想一下怎么跟你讲 这个东西学问很大 哎 但是我确定我可不可以讲得完 这东西很酷啊 叫Skaz 就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裡面有一個文件 然後注意到 UseModinus的文件超廢 不是廢而也是超級廢 就是跟講個超酷的 這個文件大概是2001跟2002年 一直要修改到2003 然後我跟這個作者有聯繫過 就是這個 反正很酷啦 反正跟他們有一點聯絡 然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這個 Jeff Dyck 那這個 Jeff那時候我有大概是2002年吧 反正我那時候有跟他聯絡過 然後有澄清一些問題 然後尷尬的地方是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就幾乎停留在那個時候了 也就是說 五、二、四年前讀文件的時候沒有讀懂 然後你現在呢 也沒看到什麼像樣的文件 但是 這又是各位的機會 因為Kernel裡面欠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然後回來看待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Separate Kernel Separate Kernel Space Kernel Edge Space 那這個東西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它在這個SKATES模式的時候呢 它可以去區隔 你看看這個東西 注意到這個模式很特別 就是說呢 它這個 在這裡 注意看這個 就是說呢 因為 UserModeLinux 就像它名字所暗示的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形成 所以每一個形成呢 在建立的時候 透過Kernel系統 不到建立的時候 是什麼 還可以有獨立 可以有獨立的Edge Space 看你Kernel下什麼參數 然後 這時候會遇到一個很大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今天想要讓兩個UserModeLinux的Instance 可以溝通 比方說網路 要讓兩個溝通的話呢 那這個可能會有一個效率問題 所以在SKATES模式來講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設定成 可以跟HOST端可以共用 共用某些區域 那這樣的話呢 在這個網路通訊的話呢 效率會比較好 在我記得我那時候在20年前 抱歉我很久沒有做實驗了 就是我20年前那時候跟那個Jeff 那時候寫信給他討論了 然後我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遇到一個效能問題 在某些狀況下 他的效率非常差 那後來他的確修改了 但是文件沒有更新 只要悲劇 然後總之就是說 這個SKATES跑出來之後呢 就是在一些需要通訊 通訊那種例子 因為它Edge Space那個切換很多的話 這個會有很大的影響 那回到剛才同學問的問題 在這上面的話就是說 因為它上面也會有那個 就是有一個UN的架構 你看那個Source Code 就是在Architecture底下呢 有一個目錄呢 叫叫UN UN就是Useable Linux 然後呢 你不用急著看Source Code 你只要看那個檔名就好了 那檔名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說呢 裡面呢其實就有 就是跟M有關的部分 我們來看NN NN 好這個 就是跟M有關的就是這個 就是跟那個什麼SKAS SKAS那個 然後KNO-SKAS 好這個 就是 但是這邊的話呢 原則上呢 它是把它對應到這個 行程间的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的确它有Vacuum Memory 就是你还是可以用SLAB 但是呢 它跟HOST端 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观点 除非你打开SCUS 那SCUS的话就是 我忘记从哪个版本开始 它会开起来的 就是预设是有开起来的 所以这上面呢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做一些 比较强的实验 比较说你要去测 测要跑什么 有个工具叫StressMG 基本上在UserMolines 这个工具可以跑 但是它跑出来的结果 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需要完整的虚拟环境 这也是为什么要介绍 介绍这个 就是介绍这个WedMe 因为它底下就可以用Cumul 这个文件可以看 其实写不多 然后这里是可以贡献的地方 你看看我这方文件 不是废而已 是超级废 然后 那UserMolines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快 就是真的很快 然后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你可以搭配GDP 就是你可以准备 准备一些像这样的Macro 然后你就可以用GDP去debug 然后这个东西呢 就算呢 你的电脑只能用那个 用那个什么VM Web 就算没有装 就是没有 你host端不是Linux 也没关系 因为它够快 然后呢 这边更酷的地方就是说呢 你可以很轻易的去执行 那个GDP命令 你也不用特殊权限 因为它就是一个 一般的UserMode的命令 然后呢 你这边来讲话呢 你就可以去把那个Cumul的 Cumul那些什么 Cumul那些 Module的状态印出来啦 那你可以去追踪它里面的事件 那还记得说里面呢 刚才讲过的就是说 那个TestTrack是Link List 所以你甚至呢 可以把PID的资讯印出来 那底下呢 有那个LX开 这边LX开头的就是 就是一些聚集 然后你甚至可以用Container 这超棒的 就可以看出它里面的 科朗资讯 所以我们之前就是 去年啊 前年我们就有 我们的作业呢 就是要求同学去用 使用UserModeLinux来追踪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挂载CumulModule 那这个很酷啊 对不对 那就可以来寻优仿胜 那就可以搭配刚才讲的一个 出错工具 好 然后 好 我们终于开始讲我们的重头戏了 然后呢 这个 之前呢 同学已经有 只要有填写表单的话 应该已经有收到这个 Concurrency Primer 注意到它 它现在还不是一本书啦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一个教材 好 好 那这个教材呢 有欠缺很多东西啦 所以这个 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好 那这个 可恶又来了 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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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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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到这种问题了 Make我也是全线的讨厌的吼 诶 可是我不想给你看我的movie怎么办 诶 诶 对 好 赶快转过去 诶 诶 决定来 来维护一份 那 嗯 concurrency这个东西啊 很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你知道它很重要 好 你不用来上这个课你都知道它重要 但是呢 嗯 真正像样的文件没几个 这个有点悲剧啊 悲剧到 我知道自己来维护啊 注意啊 我不是那么想写书的啊 因为你也知道写书赚不了钱啊 但是我是逼不得已啊 因为找不到教材了 所以知道自己写啊 然后 然后我也是跟这些作者啊 像那个 像 这边参照的 像那个Paul啊 然后也跟他交流过 也是 征求他同意的 可以去改行某些内容 不过这个还在进行 然后就是 呃 其实材料 不多 就是concurrency很重要 但是它的材料不多 而且很零碎 那过程中呢 呃 相对比较完整的 其实是C++ 呃 这也是为什么你在 这一份教材 你看到的参考材料是假 C++ 因为 呃 那个材料是比较多的 好 那但是在 我们今天在讲kernel呢 当然是要讲那个 C C语言的规格 那这C语言规格呢 其实在 在过程中有一些是 我想看怎么这样 就是 会有一些不足的啊 就是这个很 很讨厌啊 就是说 呃 concurrency 它很重要 但是它材料很少 就先不讲程式语言啊 就是整个concurrency的材料 很少 不要说中文的 就算英文的也很少 而且有时候 你可能要读到一些法语的 就是 可能法国人 他做这方面研究还不错 但是就是 他可能用法语写 或者用 某个你看不懂的语言写 然后 它的材料很少 就是你把那个所有能够搜寻的资料 就是它重要 但是很少 然后呢 呃 C++的部分呢 会比C语言的来得多 很多 好 然后 呃 C C++跟C语言呢 的规格都一直在改变 那 呃 你应该已经知道 在今年有个新的信用规格 叫C23 好 在更早之前有个东西叫C11 C11 C11是首度呢 把concurrency model加入语言规格的 那他其中呢 他呃 借近的对象呢 就是C++ 但是这两者还是有差别 就是 C++跟 C11 就是 C++11跟 C11呢 其实 在同一年呢 都加入 concurrency 都加入 automics 但是 C1的 automics的涵盖 其实不如C++11的涵盖 这是一个 先天的问题 然后再 更麻烦的地方是说呢 C11里面有一些 Sematic 我们称为语义 这个Sematic 其实呢 是有 它的限制 也就是说 事实上呢 在 当时就是 2011年的这个西元的新的标准 一直到今天 还是有很多Sematic 没办法对应到一个 合理的使用 所以变成说 有时候你会发现说 规格书写的跟 实物上会有些落差 然后呢 那关于Cernal是怎样呢 其实Cernal呢 从2014年开始 就有陆续很多人在提出来 像这篇文章呢 就在讲的2016年的文章 就讲说 是不是应该搬 把目前 林斯科诺的这个 的Sematic 搬到C11 最后就是很浩大工程 2016年 有这个相关讨论 一直到今天呢 其实这件事还在进行 但是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 因为等各位对西元 对林斯科诺很熟悉之后呢 有可能那就纳入标准 纳入这个林斯科诺的实作 那这个过程中呢 反正就是要学 就是 你不能等他做完才学的嘛 就是你要趁他还没有 还在做的时候 你才可以看到说 中间有什么考虑 那反过说如果一个东西 已经很完整的 说真的 你就要认真想 认真想你到底要不要学 尤其在科诺这个世界 人家认真想这个问题 有很多东西 他已经很完备了 那你过去呢 可能就是 只能存取到一些API 或者说只能 只能 走马看花的 的涉足 那现在林斯科诺的 Concurrency 是超级重要的议题 然后我们刚好呢 搭上这个林斯科诺 正正在 往C11搬迁的状态 从去年开始呢 林斯科诺已经 往C11往前走了 那去年开始 然后到现在 那已经有地方 走得更前面 那我们就趁这个时候 来探讨 好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会介绍一个 就是 我们有个导读 就是 因为这份教材 其实还在改 所以我们这边 有个导读 那我们的导读的话呢 你可以想到说 这就是个草稿 就是 就是 就我给大家是一个 比较 比较 修改中的版本 然后 我们议题呢 就是 会去扩充 所以我现在跟你讲说 我们议题要做哪些扩充 好 那讲扩充之前呢 必须要来回顾 这个Otomix操作 那这个是 并行程式设计的一环 然后 请你留意到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 怎么有同学问这个问题啊 真是的 我们有个Google表单 可以吗 我们有个Google表单 第四周一个Google表单 请你填写 那填写完之后 我们就会发给你 所以不要留自己的一面 好吗 就是那个Google表单 请你不要填在这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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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助教会依据那表单 发给你 所以不要再发这种信件 不要发这种讯息 这个 这个不叫如果可以 我们有一套 标准流程 我们请你依循 所以不要再路可遥 你已经造成我们的困扰了 好 我们直接来讲这个Otomix 好 然后这个 呃 我们在讲这个Otomix的时候呢 我们在 其实这个例子之前有跟他讲过 对不对 这个Rest Condition 然后呢 我现在要跟他强调的地方在于说呢 呃 现在电脑的复杂的状况 好 那现在电脑复杂的状况 并不是说呢 呃 只是去使用什么API 很多人 对于Otomix 帮助过去的我在内 都还停留在 呃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Function Code 它就是一个语法 不是 现在的东西已经是 很大问题了 就是我们如果要了解Otomix 好 你要回去看硬体 好 比方说呢 我们看这张图啊 这张图呢 困的地方在哪里啊 就是呢 今天有两个执行序 有个编号0的跟编号1的 好 然后呢 通常呢 你在程式执行的时候呢 呃 你是看不到这个Cache的Controller 好 但是这一定存在嘛 对不对 就是一定有一个硬体 去管理Cache 好 你通常怎么知道 那个Thread的状态呢 你怎么知道你程式执行状态 你是不是去 要求印出机体某些内容 好 所以你看哦 整个是很奇怪的地方在于说呢 明明你知道电脑里面有Cache 对不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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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是这种等级的手机的吗 你会觉得老古董手机 这种老古董手机里面也有Cache 好 个别说呢 新的手机 对吧 这也不是新的 这2008年的手机 其实到现在也是5年了 这个 这一支我也很喜欢啊 但是就是 尴尬了没有 就是 现在的东西又越来越奢侈了 所以跑一些东西已经吃力了 那你看哦 这支手机里面就很经典了 对不对 就是它里面其实它有Cache 可是呢 你写程式的时候 往往也看不到Cache内容 你就只能从 特定的记忆体 对吧 你要求去印出特定的记忆体 印出Stack内容 印出Heap内容 或是透过七元指标 印出某一个区段的内容 对吧 那可是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 真正在乘治之间的时候 其实会碰到Cache 好 那你看哦 假设呢 我们给编号0的任务 编号0的这个Thread 我给他一个 这是什么事啊 色弱就比较辛苦啊 好 蓝色 好 对对 这个有时候呢 有那个教材 在写教材的时候 要求大家去 那个 注意些标示 其实这很重要 不是每个人 视力都跟你一样好 好 有些人呢 他是 他看起来 好像看起来好好的 对不对 但他可能有色弱 那有些人可能像那个 我们成大资讯系 呃 我们成功大学 创校80年来第一位全盲生 张博成同学 那目前是我们成功大学 资讯工程研究所的 博士班学生 他是全盲 就是你要想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 对于写做那么多要求 其实你要考虑到 有知情人的存在 而且知情人对于科农 对于 资讯科技的贡献 不会比你少 好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 把这个东西写好 包含说一些必要事做好 好 所以你看呢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图啊 包含这张图 我们大部分的图呢 其实可以这样 其实可以选择的 它不是一般的图啊 对吧 它是可以选择的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使用 亥肯底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用一些 项量绘图的方法 去把它绘出出来 所以就算你是遇到全盲的人 他可以这样 他可以在不需要 别人帮助的情况下 他可以用那个键盘 可以摸得出前后的观点 回来看这个 所以你看喔 这边来讲 编号0的这个是 那个什么 编号0的是蓝色 蓝色的任务在这里 然后呢你看喔 那另外一个它是黄色 那你看喔 在cash裡面呢 其实有意思的一方是 呃 编号0的任务呢 它会存交cash某些区域 对吧 你看喔 那这个地方就交错 对吧 这边黄色跟蓝色交错 对吧 然后呢这时候呢 会有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就是因为cash的存取呢 它不是像Rain一样 Rain是randed access 对不对 RAM的全名是什么 randed access memory 当然是cash是什么 cash是一个cashline 接着一个cashline存取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当我要一个cashline 接着一个cashline存取的时候 你就遇到很大的障碍 就是像这个 这个cashline呢 其实被两个执行序所竞争 所以就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 会涉及到竞争的条件 所以就这样 所以事实上呢 你如果逐 每一个cashline去读取的话 你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内容 所以比方说呢 你上面去写一个 类似这样的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 这边故意呢 做一个pad 在做什么事 这是故意呢 故意去跳过一个 跳过那个 cashline的大小 就是因为我们的cashline 像那个 像大家用的这个 S86的电脑 它的那个cashline大小是什么 是64byte 那这边就故意可以跳过那个 跳过那个cashline大小 好 那接着呢 这是另外一个cashline 所以你会想说 我今天为什么要 额外写个这个pad 就故意占空间 最后呢 我们之后再讲一些lock list 在讲一些concurrent程式呢 很容易看到这种程式 你会觉得说 这好像浪费空间 对 乍看这两行浪费空间 但这很重要 就是它跳过这个cashline 然后 那这样的话呢 可以确表说 我今天存取一个资料的时候呢 我每次存取的v 就会从一个新的cashline开始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有个3 function 叫worker 对不对 那worker 然后我就建立这个 指定的数量的执行序 那我底下呢 指定几个呢 我指定24个 24个执行序 好 那我们直接 直接来执行看看 Cash 好 来看这里 Cash 那就可以照着上次去编译 哎 抱歉 名字搞错了哈 叫cashline 我们来讲 cashline 好 然后呢 得到这个cashline 这个程式啊 就是它指写的话 就是指定那个数量 好 我们就到这个照着方式写 那我们今天呢 是 就是 这台电脑上就是 它是有 呃 它是有 6 你可以看到这个64个CPU 但是它是logic 它真正的CPU数量是32个 所以我们就称为叫32核 64个执行序 硬体执行序 好 然后我们就来执行了 好 这个有意思啊 你看哦 这边执行了你看哦 这边得到一个final这个结果 是这个 那我们再执行第二次 诶 得到结果不一样的呗 自己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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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地方是什么 这个结果会跳 为什么会跳呢 因为我们就是让这些执行区去竞争 这个cashline 好 所以你看这边来讲话呢 这 注意到这个好了 就很多人看shock 同样没有认真看过 这东西超重要 就是它故意去跳开 跳过一个什么 跳过 那个 现有的 cashline 好 然后呢 确保中我今天存取V的时候呢 是一个什么 新的cashline 就是反正 前面 前面 前面我就想办法跳过去 然后呢你看哦 我今天就要存取这个新的cashline 好 那因为呢 资金区会去竞争 所以这边导致呢 什么呢 这边导致说呢 这个执行结果 会有 不一样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有个讲座嘛 讲这个 记忆体管理啦 记忆体对齐 所以你看哦 呃 这个cash呢 其实对各位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过去大家学习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 呃 看到pipeline是一回事 看到virtual memory是一回事 然后看到cash是一回事 但是注意到 这三者呢 其实都有关联 这个pipeline 跟cash 其实都有关联 那这个 这个 你不知道这两者的关联 回去 回去看你的那个计算机结构 计算机组织的书 教科书 然后呢 这边呢 在讲多核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会更大 多核呢 并不是把多个西域摆在一起 就叫多核 对吧 就跟大家写大学报告一样 对吧 你大学报告应该有这种经验吧 对吧 就是一组呢 有四个人 一组有四个人 但是最后只有一个人在做 那可能有一个人在报告 那其他人不知道在干嘛 那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 这样的一个现象就表示 它没有发挥它更有的效率 那多核呢 问题就是出在哪里呢 因为多核来讲的话 就算资源是共用的 但是我们cash呢 希望是什么 是独立的 为什么呢 因为 机体的存取实在太慢了 主机体的存取实在太慢了 那所以我们需要由cash去加速 可是cash呢 它是有本身有分阶层 它level1cash一定是private level2呢 可能还是private 就是每一个core 独立的 也可能会有分享 那甚至还会有level3cash 然后呢 因为我们cash的存取方式呢 是依据cash内去存取的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怎么 这个 依据cash内去存取 然后所以导致呢 我们这个行为呢 其实会受到很大大的影响 然后 因此呢 像intel amd amd 这些公司呢 它的这个手册呢 其实都会花很大心思去提 其中呢 这里面就讲memory order 去讲的 特别讲说它的那个存取模式 然后注意到这件事呢 跟 我刚刚有展示 展示一个我们之前写的做的研究 对不对 快点忘记啊 我们的研究是哪 我们的paper soa 哎呀 真是太困难了 2018年做到现在终于可以发表了 然后像我们那时候呢 讲这个spinac 其实很大问题呢 就是cash cash cash 有一堆问题 现在是cash 然后你看到 现在的电脑呢 cash呢 这只是其中一个面貌 这还是旧的 那在新的电脑会更麻烦 所以你看到 这个 呃 现在cash呢 就是我刚才讲过 它会有不同的阶层 所以你看到 这边有X跟Y 它就表示不同的cash 然后这边呢 会有各自的cash 对吧 这边是privatecash 这边是这两个cash 没有共享 然后这边呢 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bus 有没有 这cash呢 会有一个bus 相互联通 然后这个bus 再联到这个systembus 那这个架构呢 我们称为叫七星Numa 这是那个MD 提出的七星Numa 那在这种架构下呢 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说呢 我今天呢 XYZ 当然我整个呢 我整个有八核 对不对 那但是呢 我如果只看其中的XY 还有Z 其中的三核 那其中三核来讲 它的cash内容是这样 是 是private 对吧 就各自 各自的cash 都是private 那这时候就有问题啦 就是我们希望呢 存取 因为主机体实在太慢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去存取到cash 但是这边的cash呢 有可能会落后 那如果说我每次呢 存取机体的时候呢 都想要去让cash 得到最新的 那你就会发现干脆比较用cash 对吧 因为每次都在啊 都是在更新cash内容 那所以呢 我现在冒的风险是说呢 我为了要加速的运算呢 我就想要存取到cash 但是我不确定cash 到底是清难救的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这个bass 这边有C2Cbass 先把那个名字先记起来 反正一个C2Cbass 然后新的bass 它都有相互联通 然后最后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这就是网路 就是你会以为我们讲网路就是internet 或是讲那个什么intranet 不是 只要呢 这些physical 这些实体上呢 它有着不同的单元 透过一个高速的bass 透过一个某一种媒介 连通起来 我就叫网路 不然说你跟我在说话当下 我们其实就是经过很复杂的网路 在什么 在传递的 对吧 那cpu里面也有这样的东西 所以注意到这个东西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各式各样的topage 然后呢就像刚才提到的 其实amd也好了 on也好了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intel 这些公司呢 都会花很大心力的去讲解它的那个 它的这种cpu架构 然后这东西呢 要考虑因素就非常之多了 好 这个这个 我们 之后比较完整的版本再寄给大家 也不是完整 我们现在就完整 可以公开的版本再寄给大家 准备要公开的版本再寄给大家 好 那所以会来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呢 难在在哪里呢 难就难在说呢 为什么讲automic那么难 因为你要先了解硬体的行为 automic 跟cash 跟这些cason bus 是连通的 好 所以它不是只是一个API 不是一个指令 好 所以你要先搞懂这些事啊 所以这些cpu呢 它的那个cash之间会有interconnect 对不对 还记得刚刚那个c2cbus 好 然后再有一个cson bus 好 那所以这个会连通 然后这些 这些percent之间呢 会透过某一种方式呢 去 去传递 好 告诉你说你的cash是旧的 好 或者说我要求去得到一个新的资讯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是有代价的 知道啊 不要小看这些事啊 那个代价高到我们可以发一篇路 所以懂意思吗 这个东西的难度是很大 最后我不是要吊大家胃口啊 而是 你要了解它那个冲击 好 好 那所以呢 换个方式问啊 就是说呢 其实呢 同一个资料呢 在不同cpu的cash 其实怎样 它分布在不同cpu上 就同样一笔资料 有可能在不同的cpu 它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所以当然 它的问题就是 在不同cpu 可能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你可能会看到旧的 有可能会看到新的 好 但是我又不能时时刻刻要求看到新的 因为那会慢 好 所以我又要快 又要正确 好 所以这件事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啊 就是你在不同时间会看到不同东西 对吧 这就跟我们那个九二共识一样 对吧 你看那个 你看 今天的新闻版 九二共识 就是中华民国 哦 这是什么东西啊 华子 九二共识 对吧 你看 这个就是你看 九二共识就是一个这样的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说我什么 喜欢拿那个政治来举例 这个有几个点啊 对吧 这边有这个 这个有这个对岸的朋友就知道了 就是 只要讲到一些政治的点呢 你在那个 你在祖国就搜寻不到 对吧 就是有时候我们故意的 因为我们的教材还没写好 就是 我的书写好之后呢 我会希望在祖国好好的推广 那我自己在中国兰州大学 我也有监客 所以我也希望我的书赶快写好 但是我现在还没写好 所以还不想给你搬运 所以有时候就会做一些小动作 对不对 讲一些 两些字 那就不会被搬运了 然后呢 这个九二共识呢 这个东西呢 尤其台湾人可以感同身受 这个东西很神奇啊 那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 没有人说得准 但是你看不同时期 就会看到不同的结果 对不对 你看最近的事情就是 这个国民党的开始讲 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以前叫一周各表 那现在就是中华民国 那谁对谁错呢 没有谁对谁错 都懂啊 因为他们就是cash 对不对 国民党就是cash 国民党是什么的cash 以前是苏联的cash 后来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cash 就这样 虽然就是他会得到不同的时期 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个例子很棒吗 对不对 你看很多人搞不懂那个时间观点 你看中国国民党就是了解 所以我们从韩国瑜先生 我们从中国国民党身上 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 对吧 就是 你会觉得他好像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个骨干 其实也未必 对不对 你看那个 你知道孙文先生的 孙文先生成为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的这个 要加引号了 成为中华民国的这个国父是什么时候 在民国三十年 民国三十年的时候呢 孙文先生才变成国父 那请问中华民国前三十年 那孙文先生是什么 对不对 这个这个 对不对 你可以说他是孙大炮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 对不对 你说他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基本上民国很多人都是有争议的 对不对 巴胺约知凯亚在内 巴胺约当时的北洋政府 你会说北洋政府是一个 你会印象很差 但是你想想看 北洋政府决定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呢 巴胺约说 巴胺约在巴黎合约 虽然看起来是吃亏 但是 的确呢 是作为一个像样政府 代表中华民国去谈判 其实这是近代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事情 那肯定他有做对很多事 巴胺说我们今天看的大学制度 其实很多时期 很多都是来自 北洋政府时期的 反过说中华 中华民国 其实在教育上就死不上 死不上什么利益 那回来就开始 所以注意到就是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就是什么 就是同个 同笔资料 你看同笔资料是什么 同笔资料是你在主机里看到同笔资料 但是在不同时期会看到不同 对不对 九二共识可以是一中各表 然后又可以是中华民国 对不对 反正呢 对 反正什么 这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尊重 然后 所以现在要思考的地方在哪里呢 思考的地方是 那硬体呢 怎么做到又要速度 又要正确 所以事实上呢 当我要某一个CPU要去修改记忆体的时候呢 其实呢 我们是需要做标示的 所以它不是单纯修改资料那么单纯 它要去 注意到 我们今天写资料的时候是rendered access 对吧 然后但是cache是一整个cache line 所以当我标示那个cache line是一整条的 所以再讲一次 就是呢 我们今天呢 存取资料呢 可能是其中一笔 对吧 讲这样 就是找一个例子 好 这个 就是 假设这是一笔资料 就是我今天要存取资料 它可能是一个byte 也可能是一个word 那word是这个 databuzz的宽度 所以我就一个word 所以 假设最多是这么大 但是呢 cache line呢 是这么大 所以我今天写入是一个word 那这只占cache line其中一环 然后 这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呢 我们要去做标示 标示说它是invalid 然后才会写到主机体 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 这个时候呢 有另外一个cpu 我们姑且叫做cpu7 存取到同一个区域的话呢 其实呢 其实 无论是主机体呢 还是那个想要存取资料的 那个cpu编号7 都没有最新的值 为什么? 因为最新的值在哪里? 最新的值在cache上面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极致 去确保它的一致 所以呢 这样就是一个 为什么会有atomic operation 因为要确保这件事存在 所以看到 因为在不同时期嘛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 中国国民党 对不对? 宣称呢 宣称 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你有没有问过习大大的意见 习大大统一吗? 你有没有问过那个李强的意见 对不对? 怕你不知道李强是谁 李强就是新 那个二十大之后 那个中国的新兴 之前叫李克强 但李克强就被击掉了 那现在是李强 然后anyway 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国民党 他宣称 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 这件事有没有获得习大大的首肯 这是个问题 也许呢 下个月他会改用不同词 所以你看现在说一中各表 就是中华民国 那更早之前讲一中各表 就是他有不同时期 就有不同的资料 所以呢 在我们这边就要去标Invalidate 就是我们就标一个Invalidate 然后呢 注意到呢 在做catch concurrence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会有什么 会有个代价 所以呢 我们之所以 Otomi这件事那么难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就是不同意义的行为 好 那这边我们顺便讲一个很酷的翻译 就是呢 concurrency 不 就是 consistency 我们把它翻译成一致性 那尴尬的地方是什么呢 concurrence 也翻译成一致性 因为汉语来讲 就是 就是这么糟 汉语就是这么悲剧 汉语就是 对于抽象概念是 爱莫能助 这是什么 这是 找我的笔记 这个 一致性 你是找not 这个很荒谬 很荒谬 你看到 这是这个荒谬的地方在这里 就是呢 consistency 翻译成一致性 consensus 翻译成一致性 coherence 也翻译成一致性 但是这三者呢 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个consensus 就是 像区块链呢 那你会看到的字呢 是这个 叫consensus 那consensus 它一般来说 它就范围比较大的 像区块链 对不对 虽然你对区块链技术 不见得有认知 但你知道区块链就是一堆电脑 对不对 可能在挖矿啦 或者有一堆电脑 还有一些帐本 或者资料要去 要去做资料的互通有无 注意到不能用同步这个字 同步 就是 不是资料同步 不要搞错了 就是区块链呢 它上面会有这个 它会有不同的电脑 对不对 有像那个比特币的话 大概有全球大概有 一万多台 一万多台伺服器 就是它有完整的帐本 然后这些电脑呢 它会做这个东西叫consensus 所以它是透过很繁复的演算法 繁复的网路通讯 繁复的计算 所以那个什么 应该有听过那个POW在 Prove of Work 就是透过大量的运算 去确保什么 去确保说 节点之间的资料 可以互通有无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叫做consensus 所以像后续的那个比特币啦 或是其他的区块链技术 其实都有 都用这个字 consensus 然后 接着呢 我们要讲两个字 一个叫consistency 另外一个叫做coherence 然后这个东西呢 是范围问题 我们现在讲大的 刚刚讲过大的 最大范围叫consensus 它是最大范围的 然后呢 范围再小一点呢 叫做consistency 这东西呢 在台湾的朋友比较熟悉 就是不好意思啊 对岸的朋友 可能不了解 就是我们的 我们台湾的开票 像那个 韩国瑜学生呢 之前选总统的时候 韩国瑜跟谁PK呢 跟蔡英文 总统PK 所以韩国瑜那时候就是 国瑜 国瑜 韩国瑜 然后呢 如果你打开那个中天 中天新闻 中天电视台 那时候中天还没被下架 还没被赶走 所以那个是 那时候是中天 你如果打开中天电视台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 有一段时间呢 韩国瑜还领先了 就是你看蔡英文跟韩国瑜 在那边竞争嘛 就是之前中午大选 然后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麽呢 就是每一台呢 你打开三立 你打开明示 你打开这个 中天 或打开TVBS呢 你会发现大家开票的状况都不同 大家虽然都有个同一个来源 大家来源是哪 来自哪里 中选会啊 可是 为什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欸 你看 你看这件事有趣 再讲上 你看喔 蔡英文总统 跟韩国瑜先生在PK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的韩岛实在太伟大了 对不对 我们韩岛呢 自从当选了这个 这个高雄市长之后呢 我们的直辖市的市长 然后他就是 苦民所苦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他觉得说 我不能只拯救高雄人 不要来拯救全部的台湾人 台风金嘛 我都来拯救 所以他是 当了一年 就落跑了 当了一年市长就落跑去选总统 然后呢 大家开票 你看 三立 明示 就是TVBS中天 他的来源都是中选会 为什么 每一台开票状况不一样 为什么 就我们先不讲政治意图啊 就是可能有政治意图存在 那我们先撇开政治意图 但是因为 算 资料来源都是中选会 对吧 你想想看喔 假设这是中选会 那这是明示 这是TVBS 这个是中天 他们在不同时期拿资料 对吧 然后呢 不同时期呢 他为了他的收视 因为如果每一台资料都一模一样 你就不想看了 对吧 所以他们就会有什么 就会想办法去超前 但是每个方式超前不同啊 他会以中选会 一个小时前公布的资料 再搭配什么 再搭配某些资料 搭配一些预测 或者搭配一些 对吧 搭配一些 呃 那个电视台的观众的期待 就是这些调整 然后呢有趣的那边是什么 最终呢 开票结束的时候呢 然后最终的怎样 会搭成一次性 所以我们这边讲的 Consistent型的在意的地方是这个 就是他最终最终最终 会怎样 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就像那沙子 对吧 你看那海底 对吧 海底的那个凹凹凸凸凹凸凸凸不平 对不对 但是那沙子只要均软弯落下来 哎 最后那个只要沙子够多做一个便了 所以那个中天也好 tubs也好 他们在开票过程中 看到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那种沙子 就是那沙子在填 填那个地 他过了一阵子之后呢 哎 他会得到 会得到一个一致结果 在就是这个东西叫Consistent 好 接着我们讲Conherence değiş hat Cohenance跟Consistent不同的概念 所以你看Cohenance在意地方是什麽 我給你一個構長的時間 我給你一個時間範圍 你會得到一個一致的東西 這我通常叫做Consistency 但是Cohenance在意地方是什麽 在意地方是因爲你本身是同一筆資料 被不同人看到 然後看到不同的結果 然後我需要一個什麽 我需要一個機制 是建立一個通訊協定 建立一個協定 建立一個協議 做過一個方法 讓你可以讀、寫、或者看到新的材料 然後如果你是舊的話 你要告訴別人 如果是你要求新的話 你要等 所以你看 它這邊Cohenance在意地方 並不是全部的一致 所以你看 再看這兩者差別 Consensus你已經理解 它是一個大範圍的 所以我們在講Cohenance Cohenance不會講到Consensus 因爲它是一個大範圍的網路 但是我們在講Linus Cohenance這兩個都會講 一個會講到Consistency 一個會講Consistency 一個會講到Cohenance 那Cohenance在意的是一個範圍內 然後它透過某種約束 某種協定 某種規範 它可以得到一個新的 或是要求得到一個新的 所以它會有這個標示過程 但它不會有最終的結果 爲什麽? 因爲它就是個變動中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講Cohenance在意地方 是一個已經在運作中的 它不會有停了一天 但是Consistency在意地方是 它就是一個操作 比方選舉 選舉之後一定要的 就算你中間在那邊鬧 比方說川普 對不對?還記得嗎? 之前川普對不對? 川普跟拜登在那邊PK的時候 那個就說選舉無效 你以為只有連戰會說選舉無效吧? 大家忘記這什麼東西 連戰 有些同學忘記了 選舉無效 其實我們台灣的民主真的很厲害 以前2004年的時候 選舉 2004年 連戰宋楚瑜先生 他們搭檔來選舉 選完之後做什麽事呢? 就是選舉無效啊 民進黨不啊 類似這種話 對不對? 然後這個 對你懂 然後你看 這個其實也是Consistency的一環 對不對? 但是最終中選會 還有一個政府力量 還有一個介入 介入什麼? 去給他一個結論 同樣川普跟拜登也是類似的意思 然後我們把這個做一個操作 最終會得到一致的結果 這叫Consistency 那Consistency 那Consistency是一個變動中的過程 它是一個局部的 所以你看喔 在講一次 Consistency是一個大範圍的 所以我們在柯總裡面不會管到Consistency 然後基本上不會碰到啦 當然有些程式們可能會講到 但是通常是講某一個 某個domain language 但柯總本身不會去碰 因為它的大範圍 我們現在講的就是Consistency 跟Conference 就是Consistency在業是特定的操作 最終會得到一樣的結果 就像沙子掉到海底 我們看到沙子夠多就會填平 選舉鬧完 你看不管是聯戰先生在鬧啦 還是川普先生在鬧對不對? 最終都會得到結果對不對? 因為整個政府還是要繼續運作 然後整件事的難度在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Atomic Operation的目的 就是為了能夠從硬體的層面去確保 這些結果是我們符合預期的 所以你可以想見說 它就不是一個指令問題 你就要設計一個Protocol 你要設計一個某一種通訊機制 好,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兩兩三動 對吧? 用政治來解釋超清楚的 對不對?真的很好用 對吧? 因為這是我們台灣人的共同語言 我跟各位講話都有代溝了 對不對? 像這個什麼 就是你現在看的明信 各位看的明信 都不一樣對不對? 但是政治很好用 請你不要討厭政治啦 就是你本來就該知道的事情 政治是什麼? 政治是重點之事 所以我們拿來舉例 講解做一些東西剛剛好 好,繼續 那我剛才休息之前呢 講到這個Atomic 好,然後注意到 就是 你不覺得有點煩了對不對? 對不起,這才剛開始啊 有沒有看到卷軸? 卷軸有沒有,才剛開始 這後面要想到一些很麻煩 然後注意到這個代價 就是因為這些Atomic 它背後的操作 其實是需要硬體 那這邊背後有非常多演算法 這邊我就不提了 不過這邊還是預告 我們今年預計呢 在今年暑假的時候 我們會來開發一個新的 新的Risk-Fi的處理器 就是你可能知道我在成功大學呢 我授課呢 我除了教Linus核心以外 我還有教一本課叫基層結構 然後 我的規律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我在春季還有夏季 我會來講Linus kernel 然後到秋季的話 我會講這個Compute Architecture 然後在秋季一般的話 我們今年希望來挑戰 做一個新的Risk-Fi的處理器 然後這個Risk-Fi處理器呢 就是今年預計啦 就是我們會把那個像Cash 還有這些MU 嘗試去實作 但是還是保持它一個很精簡的 就是它的效能可能不好 但是就是夠精簡 夠好度 然後希望整個程式碼可以 像那個VHDL Vlog那個部分呢 可以控制在大概3000 這個規模 然後我想這個很重要 因為就是 因為如果你有機會看到一些商業的 我自己是接觸過很多啦 因為我以前做過 做的CPU 我們自己做的CPU 那個規模是比這個大很多了 不是只有差一個數量級 可能差兩個三個數量級都有可能 但是下一個很棒的地方是說 我們有機會剛剛好可以做 可以用 而且最酷量是Linus 有機會在上面可以移植 那我想這是一個很棒的事情 那反正請你關注我們的課程 課程討論區 我們會陸續把這些材料公布出來 不過這還在開發啦 如果你對設計CPU真的很有樂趣 那我的觀點比較特別啦 我的觀點是 有些老師是從硬體的觀點去做 那我是從軟體觀點 我知道軟體的需求 但是我硬體也去做 那就是從軟體去切入硬體 那有很多老師是從硬體的層面去 就是去設計這樣的CPU 那對我來講可能就是 軟體只驗證硬體的有效性而已 或是驗證它的能力而已 但是對我來講我就是從軟體去切入 好,那我們來 那注意看了 就是說這個 這個atomic的指令成本是很大的 因為它是需要硬體的介入 所以像這個atomic fetch and add 就是我取的資料在做加法 就是像你要做加1 按I++ 然後這樣來操作 如果是atomic的話 那有可能會用到700個neosecond 你要知道這個數字很大的 因為一般的指令的執行 很可能就是幾個neosecond 那700個neosecond是很大的數字 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因為這邊只是atomic操作 而且atomic有可能會失敗 注意到 就是你花了時間 有可能還會失敗 所以這件事非常困難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會覺得這東西好像很簡單 最重要這個不能等於 這是assign 就是我 我把 我把 X assign 2 to assign 所以這邊真不是eco 不能等於 就是我把X的指指派到Y 然後 這個東西的難度在哪裡 你要先做load 我要先loadX 然後storeY 然後這個東西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其實因為還要設計到cash 所以注意到這件事 然後一樣 你再回想要選舉 所以你看 明明我們都知道說 國瑜 韓國瑜跟蔡英文是不能比的 對不對 國瑜就是比較娛樂化一點 然後你 你喜不喜歡蔡英文總統是一回事嗎 但是你知道我們國家需要有人去運作 對不對 但是有確定要是什麼 其實你看喔 蔡英文總統其實說真的 贏韓國瑜其實沒有贏很多 這是一個很大問題 對不對 喜歡其他人投票到底投什麼 對不對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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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時候也很好奇啊 就是 韓國瑜來做什麼事對不對 但是這個 你看這個就是一個什麼 這就是一個 一個共識的建立 它不容易啊對不對 就是 它有 不同的 不同的考慮因素 但是最終呢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果 那 這Atomic其實也是類似這樣 就是 我今天如果是單一核 我們稱為叫做 uniprocessor 注意到單一核 不叫做single processor 叫做uniprocessor uniprocessor跟single core 還是不一樣的東西啊 就是 你一個系統裡面呢 可以有很多核 但是呢 如果你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CPU 是真正在運作的 所以注意到 我們用字 要用這個字 就是 我們真正 平常講話講單核 其實在講這字 叫uniprocessor 那就是說呢 你實際上 有可能會有很多核 但是呢 如果從頭到尾 只有一個CPU 真正在做這些操作 你看 你看這個 重點是這句話 就是 所有的 任務 所有的操作 都發生在 同一個CPU上 我們把這樣的東西叫 uniprocessor 然後呢 我們講single core的時候 更多的時候是講 封裝 single core package 就是 這邊就是講那個 硬鐵封裝 像是 BGA 比方說 像這 這就是封裝嘛 就是 挑個比較舊的CPU 現在CPU太複雜 不能看這個 這個太複雜 找個簡單一點 到底沒講 簡單的啊 哎呀 哎呀 看來需要一點 需要比較舊的東西 想想想想 突然要找那麼舊的東西 想不起來要找什麼 嗯 欸 這夠舊了吧 不行 這還不夠舊 喔 這個 這個 好 那你看喔 這個就是講那個封裝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AN335 AN335呢就是 哎呀 放在辦公室裡面 這邊沒有 所以你看喔 像這個AN335 這是德州儀器 德州儀器出的 那這個東西賣得非常好 這個東西是那個 呃 在很多工業控制 工業控制的領域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呢 我們講封裝就是這個 就是你會看外面有個殼啊 對不對 就是外面 外面長起來黑黑的 對不對 像這個 像我 像我這塊板子 那這個板子上呢 它也有個MCU 這個MCU 就是把那個ON的處理器啦 把那些周邊硬體 甚至把主機體 把它封裝在這裡面 所以這個是封裝 然後你知道這個對岸呢 就會幹了一個很厲害的事情啊 對不對 就是那個 就是把它磨掉 對不對 因為上面本來有寫字 對不對 上面本來有寫字 那20年前呢 這個 當年呢 那個 中國某團隊呢 就把上面的字塗掉 因為它其實有厚度的嘛 那塗掉 你知道幹什麼事啊 就寫中國 哇 中國人的CPU啊 這中國人的驕傲啊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文心一文 也是類似這版 就說 我們是能夠智慧的翹楚啊 對不對 然後後來發現被爆出說 其實你用的是現有的AI服務 就像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瘋狂 然後呢 這邊呢 這邊呢 那不可恥啦 可恥的地方是 20年前發生 為什麼現在還發生 對不對 這才是跟可恥的地方 就是當年走錯路的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啦 前蘇聯啊 日本啊 美國啊 其實都做過這種錯路啊 所以沒有必要去譴責中國某某研究單位 只是說沒想到過了20年 遇到這種困難 遇到這種時代變遷 還是發生類似的悲劇 好 那你看喔 像這個來講話呢 我們就不能叫做single core 我們就講那個package 就講那個封裝 然後但是呢 我們真正 就是平常我們講話講單核呢 其實在講這個字 就uniposition 因為我們在實際上真正的印象上呢 有可能有不同的核 但是只有一個核在真正在運作 然後呢 現在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講到一個東西 memory order memory order就是說呢 我今天我看到資料 注意到我看到 到我寫 就是我讀取 我看到 我寫入 因為不同核會不同觀點 對吧 再回來看這個 所以為什麼一定要跟你講政治 因為台灣人才聽得懂 對吧 你看喔 請問我們現在在哪個國家 這個問題太難了對不對 這個問題難在哪裡 你懂了對不對 這個問題難在哪裡 就是你會說 我的國家叫做台灣 可是呢 我的聘書 我的聘書 欸我的聘書在哪 欸我的聘書欸 欸 又放到辦公室了 好吧 就是兩個照片 好 比方說呢 這個什麼 這個你看 這個是那個 經濟部之前發一份工委給我 這個是經濟部對不對 好 你看呢 請問這個經濟部是哪裡的經濟部 這個經濟部就是 就是中華民國經濟部對吧 所以你看 這件事有給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邊是尷尬的地方就是說 你問我是哪個國家的人 我就說台灣 好 但是 但是我上面 剛才講那個經濟部對不對 它不是台灣國 它是中華民國經濟部 好 然後呢 跟尷尬的地方是說呢 我們今天講台灣的時候 金門跟馬祖的 的同胞就不開心 對不對 金門馬祖說 我們在那邊受苦受難對不對 然後你說 你說中華民國等於台灣 不是啊 其實中華民國的疆域很大的 其實這個我們大 我們的疆域是很廣泛的 那個對不對 就是 很多地方都是中華民國的疆域 但是對不對 但是 書本寫的跟實際的內容 是不一樣的 你懂嗎 那個很複雜 唉 這個東西講到這個 那個什麼 就是我們講政治 其實不是故意說 故意要講這個政治如何如何 其實最主要就是 那種理解的東西是 它不是那種表面上的意思 好 比方說中華民國的疆域到底多大 這件事超級難的 對吧 這個是超級難的問題 而且呢 各位是比較年輕的 各位 就是大部分的同學 比較運氣比較好 就是說 唉 你出生的時候呢 就民進黨在執政了 但是呢 我小時候呢 那個什麼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那個 國家還是戒嚴的 就那個 我小時候蔣經國先生 還活著 然後呢 所以這是很尷尬 你知道 中華民國年間 一直到2005年之前呢 是宣稱僵域是 1141萬 8千平方公里 然後這什麼概念 就是 包含蒙古共和國 還有來自原本大清國的疆域 這個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 對不對 尤其這邊對岸的朋友 很難理解 對不對 但是 你說那個 台灣是中華 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你會覺得這件事 講起來好像不合理 那這個是就更不合理 這什麼事的事情 是21世紀的事情 你懂意思嗎 所以像以前我們考試 這很難考完 你說 請問中華民國的疆域在哪裡 我們就要寫 北起大興安里 然後呢 又要提到那個西邊 要提到伊犁 然後那個什麼西藏 然後甚至有很多地方 原本已經算 現在已經是 歸屬於印度的區域 我們還在講 那個 川緬公路啊 川滇怎樣 而且蒙古 這很尷尬 因為到2005年 蒙古國呢 被我們宣稱是疆域的部分 換言之就是 中華民國呢 百分之九十九的疆域 都是有爭議的地方 講錯了 百分之九十 百分之九十的疆域 都是有問題的 百分之九十五的疆域 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是一個奇特現象 但是這個奇特現象 剛好可以拿來形容這件事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花很多時間講政治 因為政治就眾人之事 所以我不是故意要講政治 不見得是故意講政治的 但是他很好理解 用台灣人理解 所以就是你心中會有一把尺 所以你就想 我今天CPU 它在每個時期 都會看到不同一把尺 為什麼 因為你不是直接存取記憶體的 你是透過Cash 還有透過一系列的協定 就像我剛剛講的 像我呢 你問我說我是哪裡人 我就說我是台灣人 然後呢 但是呢 我要去領那個領據的時候 我就要寫中華民國 因為對不起 因為就是 我不能寫台灣經濟部 我要寫中華民國經濟部 然後呢 因為我在中國也有監客 所以我就是該去那邊 我就要 對嗎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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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也許二十大者是 然後就是 講話就是講的不太一樣 然後就是 我去那邊就要 該用 該用什麼方法 講話就是講話 然後那個 該表達什麼就表達 對不對 就是路盡水準 然後所以你看就是 遇到不同的地方 看到不同的事物 其實 Atomic就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 這個東西呢 難就難再說呢 你今天要看 要寫 要讀 在不同時期 會得到不同的結果 它就是政治 懂嗎 所以 我們其實台灣人 應該是要對 Atomic是超級熟的 這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有沒有感受到這種威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台灣人其實 做一種應該很強的 因為這些聽起來很荒謬的事情 在我們每天都發生 對吧 好 那你看喔 就是假設我今天有 假設有這個 有這個三層cash 就是這個 不是三層 應該是三階啦 抱歉 我這個寫錯字了 三階 就是我假設我這個 有三階的cash 然後有Level1 Level2 還有Level3 那其中Level1跟Level2 都是private Level3是share 共享的 好 那這件事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呢 其實我們要規範一個順序 例如呢 左邊操作的順序 會先 會先於前面 左邊操作的時序 會先於右側 所以先左再右 先左再右 好 那這件事難在哪裡呢 難在說呢 如果我今天有兩個支援序 剛好分配給不同的CPU 好 那就像這個在Linux來講的話 可以很容易去做出來 這就是所謂的Affinity Affinity Affinity 隨時隨時 隨時 在這個2.4 好 2.4的話 在這裡 好 就是在這邊來講話 就是我們在排層器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在多核的排層器呢 有一個責任就是 要能夠去分配 分配任務到特定的核心 或是特定的某幾個核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這個學問很大 這個學問大大呢 也就是說呢 你會有個 你會有個Mask 就是 我們來看那個Main Page 好 就到這邊呢 這邊我們會指派一個Mask 然後這個Mask就是Beat Mask 所以你看 為什麼這學期花很多心思 在講那個 BeatWise Operation 因為 基本上每個地方都會涉及到 然後你看喔 像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我可以用一個Beat Mask 那不知道什麼是Beat Mask 請你回去看這個教材 簡單就是說呢 我們 把 一個Word 或是把某一個 某一個Integer Type 然後我們去利用其中某那些0跟1的順序 0跟1的序列 然後創造出一個什麼 就像 就像那個 就像你的面具 或者說一個遮罩 可以去過濾特定的資料 對不對 像你剛才還記得 以前有學過那個偏光對不對 忘記了 偏光 偏光 偏光鏡 偏光鏡 對不對 還記得吧 偏光鏡片 對不對 也是 偏光鏡 就是講 不是 不是 應該講什麼科學實驗 科學實驗 喔 對 你看這個超棒的 所以你看 就是同樣的景象 用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 偏光鏡 所以其實會得到 得到不同的結果 對不對 然後所以呢 這個 這個呢其實就是 就是這個東西 然後 我們來講什麼事情 就是說我可以去設定說一個任務 它要指派給全部的核 好 或是給某幾核 像你看喔 我今天如果是給No.0的話呢 我就BinMax的設定是這樣 那如果說我要去分配給No.0跟No.1 我就把它設定成 3 3是什麼 3是二晶圍的1 然後同理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 全部的核都要能夠分配 那我每一個bit都設定成 設定成1 那所以在16晶圍的表示就變F 好 那你看的話 今天就會有一個所謂的CPU list 當然你說 透過那個Beat Mask以外呢 其實你可以用這個 人類可讀的方式來 人類比較好讀的方式來讀 然後但是不管怎樣呢 它內部表示就是Beat Mask 所以說什麼 B1操作你要超級熟 因為這東西很多 那回來看剛剛那個部分 那個部分在講話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CPU有一個很 CPU的排程器有很大的責任 就是要去指派 指派不同Mask 而且這件事呢 又個 像西谷比關 這我們之後要講 但是先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排程的時候不會 不會只排一個任務 雖然排程器的責任 就挑出下一個要執行任務 但是我們今天排程的時候不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我們會考慮到整體公平 還有考慮到資源的分配 還有考慮到這個 考慮到Quota 就是這個 考慮到預算 還有頻寬Banguage 那總之我們有很多考量 是需要重的考量 也因此呢 我排程的時候呢 我們會稱為叫 Group Scheduling 然後這個東西呢 很關鍵的地方就是 其實它涉及到 每一個CPU的資源 所以比方說呢 像我這個 我假設總共有 五十個任務 然後給一個CPU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每一個任務呢 它的每一個間隔呢 它會是五十分之一 對吧 就是它這個最小間隔 但是有些優限權高 有些優限權低 那高優限權的任務呢 就會是五十分之一 再乘一個值 那同理 優限權低的任務呢 可能就五十分之一 再乘另外一個值 但是不管怎樣呢 好的Schedule設計呢 要考慮到Fairness 也就是說 要確保說不管 不管一個任務呢 優限權再怎麼低 只要給你夠長的時間 終究又要能夠執行到 這樣才能夠避免 但是難的地方就在於說呢 這個Fair非常困難 因為這個Fair呢 我們不是只是 從一個任務的觀點來看 我能不能從一個CPU 從一個整體的觀點 像我一個系統裡面 可能有四核 對吧 我可能有四核 然後可能有什麼 我四核裡面呢 它有不同的任務要分配 那我能不能創造一個 限制它的Benglish 就像它的水流一樣 限制 我只用它裡面的50%的水 我用50%的CPU資源 剩下50%呢 我是待命 或者說我流做它用 那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在雲端的系統非常重要 像這個 你可能有聽過 這個史作叫什麼 叫C Group C Group C... 我的C Group在哪 C Group在哪 C Group 不管 反正你會看到C Group 反正這張都在講C Group 然後抱歉 因為我們之前 還在嘗試不同的排版 我的C Group 跑進來 C Group 明明就在下面 喔對 C Group 那就是... 欸不對 標題就有寫C Group了 對 抱歉 眼花了 所以注意到 C Group 這個東西呢 它在實務上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像雲端預算 還有不然手機 其實都用到這個機制 但是它不是傳統排程器的範疇 對不對 因為排程器 我們通常只講 就是你在做一些 我們通常只看到排程演算法 但是我現在來講話 是從一個整體的觀點去思考 對不對 就是我們要考慮到CPU的Limits 然後呢 要考慮到 考慮到它的那個Bandwidth 然後還要考慮到整體的Fairness 它就不是從任務的觀點去看Fair 因為你從任務的觀點去看Fairness的話 你就只會看到說 不同優先權 然後對應到不同執行時間 但是我們剛才講過 我們要考慮 我們要避免Starvation 所以我要確保說 我給你夠長時間 你終究任務是執行得到 這句話講起來很簡單 但做起來超級難的 那一樣呢 這背後又有一些可愛的數學 代表懷疑這邊又有可愛的數學 不詳細的話早前看 可愛的數學 這東西喔 但你不用被嚇到了 基本上這些數學呢 基本上就是高中數學等級就可以 我們可能之後會加一些比較難的內容 但是它沒到 還沒到那個需要讓你動動腦的時候 這個東西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運算 所以你看 不要小看畫面中這個程式 這畫面呢 就是更新它的負載 然後呢 你說這個 這個蠻有可愛的Bevice 然後這個東西呢 又可以對應到一個多項式 那只是說呢 因為課筒裡面呢 不傾向 不方便 不想用用浮點數 所以我們在很多操作 會變得很特別 然後就像這種 好 那總之呢 就是 總之就是 我希望你了解到一個義體 就是說 我們今天看Otomic 其實就是從硬體的關係 去思考它的那個行為 然後呢 像我剛剛講的Affinity呢 其實就是講說 我這個資金序呢 它的指派狀況 就是它比較 Affinity這個字很難翻譯 其實你可以把它翻譯成親和性 就是說呢 它會有個傾向 就像那個磁鐵對不對 就是同性相刺 異性相欺 人不是 人不會同性相刺 這個不方便講 太複雜 你懂的嗎 所以說我們舉例子 拿磁鐵 像以前那個 以前聽其他老師講解這個東西 都會講那個人 那個 人不能這樣解釋 人是很特別的東西 很特別的生物 雖然這靈掌類也有類似的 靈掌類也可能會有 同性相吸的狀況 不過那是另外一種狀況 好 Anyway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講Affinity 也就是講說這個 執行單元 就是Tesk也好 Process也好 Thread也好 反正在Linux來講 沒有特別去區分 它怎麼去被做一種識別 怎麼去分配 所以這邊來講的話 你看 我這邊左邊的CPU0 跟右邊的CPU1 就是各自可以分配到不同 兩個 就是我們指定的一個Native Thread 注意到這個Native很重要 為什麼我們特別講Native Thread 因為 你的執行區有可能是透過Chrome系統 會叫建立的 所以注意到為什麼要強調Native 就是 就強調說這個東西是對應到 對應到最小最小的執行單元 這個就是 我們把它叫Native Thread 但是其實呢 在Linux來講 這邊指叫做Tesk 只是因為Tesk太腐爛了 它可能太腐爛了 所以我們把這邊用比較嚴格的字 叫Native Thread 好 然後你看 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假設我同個時間 就是 我有共享變數是X跟Y 然後我先做這個東西 我先把 先把 0指派到Y 那你看 0指派到Y 0指派到Y 然後 這個操作呢 困難在哪裡呢 因為這個東西更新的內容是什麼 是更新Cache 是更新Private Cache 所以再講一下 今天這個操作呢 它是一個Assignment 或是Data Move 這個Data Move的操作呢 其實是什麼 其實真正發生的東西 是發生在Cache 所以這個東西呢 Cache內容改了 但是呢 你的Rain 不見得有改 所以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這件事呢 這個 這一個操作呢 必須呢怎樣 必須要這個怎麼操作完成 注意到這個操作呢 是有代價的 它不見得是上面寫這個700個 不見得 但是呢 它終究是有成本 因為它不是一個 呃 不是一個 你可以當作沒看到的東西 對不對 因為我們機體有階層 然後這個不同的機體階層呢 它有不同的存取速度 所以這個東西呢 是有代價的 好 這個 那現在問題在哪裡呢 今天呢 呃 我們要做這個操作的時候呢 有可能後下有個操作對不對 比方說呢 我會有什麼 把1指派到X 然後把2指派到Y 還記得呢 剛才講的東西呢 一開始呢 Y的內容是0 那接著呢 後面才會有什麼 你看喔 先做左邊再做右邊 先做左邊再做右邊 所以先做這一棟 再做這一棟 再做這一棟 對吧 就是有不同的指令 就是 那 那在這邊的講話 它有個順序問題 然後但是呢 問題是 就算你這一個核商 有順序問題 你已經很明確去指定 指定它的順序了 但是呢 因為 另外一個CPU 它其實怎樣 它其實是不知道 另外一邊的存在 所以你看喔 這個CPU它的Cache 這邊的Level1Cache 不知道另外一邊的Cache存在 所以其實真正呢 讓這個資料互通有無呢 是要透過剛剛講的System Bus 還有高速的Interconnect 所以整件事的困難在哪裡呢 就是我其實讀取的 讀取也好 寫錄也好 它的順序有可能會不一致 所以這樣這個問題就出來這裡 就是呢 我們之所以要得到我們預期的內容呢 必須要確保說呢 X跟Y的寫錄順序是一致的 但是呢實際上 因為Cache的存在 會導致這個不同 所以你看喔 像這邊來講話呢 就是 當另外一個CPU 就是那個 另外一個CPU呢 在存取這個內容的時候呢 因為原本的Cache是沒有的 所以它必須把原本的Cache內容的 內容趕掉 趕走 然後呢 再什麼 再去把它所屬Cache Line 所以你看 這Cache麻煩的內容是什麼 它不能只更新其中一個Byte 也不能只更新一個Word 它一更新要更新整個Cache Line 而且要發通知說我要新的 好 那所以呢 這個過程中呢 這個就會導致 所有的問題 所以你看到 這只是其中一種Order 所以說 這是其中一種Order 然後呢 因為這件事很麻煩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會導致呢 就算是哪怕這麼簡單 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想看這件事喔 我們剛才講的指令 抽到的就是這種指令 就是這個Data Move LodeStone的指令 對不對 那但是呢 因為這個兩個Cache 看到的內容是不同的 就跟說 就跟說 你當然希望說 國家是一個正常化 我們今天不講哪個國家 就是說我們當然希望 國家是正常化對不對 我在中華民國 我希望國家正常化 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也希望國家是正常化 但是就是有衝突 對吧 因為正常的中華民國 跟正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兩者呢 在很多地方是有衝突的 但是我們人民呢 又需要做頻繁的這個交流 對不對 不管是文化的交流啦 或是精神層面的啊 物質層面的啊 反正這都是會有交流 這是無可抹命的事實 但是這個東西呢 本質上是怎樣 就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看到 我們把正這東西 對應到Cache 其實你剛好可以解釋這件事 然後呢 在ON也好呢 在X86也好呢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機制 叫做Nontemporal 這個東西呢 它可以讓你的操作呢 可以不經過Cache 而是直接存取外部機體 然後注意到這個東西呢 不是每個酷我都有支援 比方說我 我們在課堂上常介紹的東西 叫SSE to Neon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事啊 這個就是把SSE 這個Intel這個SSE的指定機 就換成ON的指定機 然後呢 嗯 Intel的這個SSE呢 其實它有提供 Nontemporal Temporal Temporal 它就是它可以存取那個 Nontemporal 這個 Nontemporal Memory 那注意到呢 這件事呢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因為呢 SSE呢 就是Intel SSE 它是有這個 它是有這個叫Nontemporal Memory 就是說我今天存取的時候呢 我希望可以跳過Cache 直接呢 去 對 主機體的控制器 對它做操作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UN呢 不見得有對應的指令 或者說呢 如果你想要有UN 有對應的指令的話呢 那這一段 操作呢 它的成本會很大 你看喔 這邊呢 其實是一道SSE的指令 這個是一道指令 你先把它當為一道 然後呢 對應到UN的指令 雖然你對UN的指令不熟 但是你可以知道 1 2 3 2 4 5 對不對 你看 有5道指令 對 這是會有的 就是說 也就是一道SSE的指令呢 其實至少要5道 那個UN的指令 才有辦法執行 而且事實上更多啦 所以就是 這本來就有代價了 而且更麻煩的是說呢 這兩者的這個Meme Order 是不一樣的 因為 原本SSE是可以跳過 跳過Cache 但是呢 在我們的實作呢 我們雖然把 我們雖然做一個 我們稱為叫Counterpart 對不對 就是說 你看 Counterpart就是說 對應的嘛 對應的部分 所以你看 我們可以 我們做一個Translator 我可以把SSE的指令 轉換成UN的那個 但是實際上的行為呢 畢竟還是不同 最主要問題就是Meme Order 所以我也希望透過這個例子呢 讓你了解到 其實 要讓寫出來的程式呢 可以跨越不同平台 但難度是超級高的 好 然後 再來是 好 然後呢 你從上面的例子 不難可以 遇見 雖然你現在還看不出來 沒關係 我下週還會繼續講 就是 從上面講的東西 你大概可以遇見了 只要我這個 再多核 多子允許 其實呢 只要有分享記憶體呢 你可以看到說 基本上是不會快的 就是 因為你要做什麼 要 要確保資料的一致 所以你需要呢 頻繁的在Intercon內 發廣播 發通知 那你必須通過某種協議 某種協定 去確保說呢 我只能照著某種方式存取 才能夠得到最新的內容 如果不行的話呢 我就要發Cache Invalidates 然後呢 換言之呢 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提高速度呢 就要降低 就避免CPU頻繁的去進行Cache Confidence 所以要這個東西超級關鍵的 這件事呢 完全決定了 決定了這個 CPU的 講錯了 決定了程式的效率 這個真是很關鍵的問題 然後這件事呢 不只是跟Otomic有關 其實整體都是有觀點的 Otomic本來就有成本 然後呢 如果你又頻繁的做Cache Confidence的話 這個代價又更大 那我們下週會來介紹這東西 我們下週會來介紹這個 NPMC NPSC 這東西是在做什麼事 就是呢 我們先講NPMC NPMC就是 多個生產者 多個消費者 對吧 你以前在 你以前在課本上看書 課本上看到的東西呢 是長什麼 課本上看到通常都講這個 SPSC 就是Single Producer Single Consumer 你以前在書本上看到的那個例子是這個 但是尷尬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三個 總共有四種組合嘛 就是有多個還有一個 那一個是多個的特化 然後呢 所以你可以有多個生產者 多個消費者 然後會有 呃 多個 呃 單單一生產者 然後 多個消費者 那也會有多個生產者 單一消費者 好 那舉例來說呢 像這個 這個 NPSC是什麼呢 你只要執行的命令就會發現 好 這個先介紹這個命令 叫Dump Message Print Message 就是這個 這個在做什麼事情呢 執行就知道 對不對 你看到這個滿滿的訊息 那你看到這個訊息 你第一次看的時候一定看不懂 不要難過的嘛 我現在看有 我也沒辦法把每一行都看懂 然後你看到 這裡面有些東西 可能拆得出來在幹嘛 對不對 比方說這個Docker 這該不是很有名的Docker 對 然後呢 這邊是某一個 某一個網路裝置 Docker的話 存取的時候會遇到某個裝置 然後呢 像這個東西呢 就跟那個硬體的ECC有關 我們這個上課會講 這個ECC 它跟那個 就是跟 因為我們的低論存取的時候 低論存取的時候 會有那個 資料會有錯誤的狀況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 遇到錯誤會糾正 所以這個叫錯誤糾正 然後你看喔 這裡面呢 我剛才講到現在為止呢 不管是講Docker也好 講網路也好 講那個ECC也好 來自不同的子系統 就是Kernel那麼複雜的東西 來自不同的子系統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什麼呢 我們用Dmessage 就可以看到什麼 就可以看到這些訊息 為什麼呢 這東西神奇的 這東西神奇的 不要想念這事 它就是用到Print K 就是你那個 還記得吧 你在寫那個Fibonacci Drive的時候 用到Print K對不對 Print K 那就是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你會覺得 沒什麼了不起啊 我不是這個東西 何止了不起啊 這個東西 每隔幾年就要大改 不是改而已 是每隔幾年都要大改 Print K 要把它實做是很難的 你想一件事 你看喔 Kernel有很多不同的子系統 然後它都會想把訊息印出來 可是你看喔 再重新看一次那個輸出 這邊的訊息呢 沒有一個是斷掉的 對吧 你看 這個就開機開起來嘛 就跟你說目前執行這個 5.4的Kernel 然後這是它的Coming Line 那底下呢 就是你看開機的訊息 對吧 你看這裡面訊息呢 這還沒有到多攻 這時候還沒有等 這時候還是單攻的 哪裡會多攻 這還沒 快點快點 好 呃 還沒 對不起 現在電腦都很複雜 現在電腦複雜 還沒到多攻 要哪裡看到多攻呢 接近來 你看 光看訊息 對對對 終於到多攻了 好 System D 這個抄起來 System D 是什麼呢 不懂的話就來看我的書 System D 好 注意到 System D呢 這個東西超級重要 重要的地方在哪裡呢 它是我們 它是我們現在系統的 第一個 第一個 User Space的程式 注意到它 它是Process ID PID為一的 注意到其實有PID等於0的 不過這我們之後再解釋 但總之就是 UNIS的事件是從0開始 西元的確也是從0開始 但是第一個 User Space的行程是從1開始 先記著這結論我們之後再講解 好 總之就是這個System D 是第一個User Space的程式 所以你看它標個1 表示什麼 PID等於1 好 接著就會有PID等於不同的值 所以我們可以用PPS 好 PID System D PID等於0 PID等於1又不是User Space 注意到 PID等於1 在我的電腦上是System D 它是User Space 但是PID等於2的呢 它是Kernel Space PID等於3的呢 是Kernel Space 那PID等於4的話 還是Kernel Space 那這什麼鳥呢 就是加方括號的就表示什麼 表示那個 表示它是執行在Kernel的 就是所謂的Kernel Thread 然後這個K3D也很關鍵 這個我們之後做實驗的時候 我看得到 你可以把這個關鍵抄下來 好 再回來看這個 然後 像剛才講那個printf呢 難在哪裡呢 難的地方就在於 難的就在於什麼呢 就是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訊息 有可能來自Kernel的指系統 或是User Space 要求Kernel去印出這個資料 印出到哪裡呢 印出到Rimbabwe 其實它就屬於Multible Producer Single Consumer 那你說Consumer是誰 Consumer就是這個 對吧 Consumer就是你現在這個程式 它是Consumer 對吧 而且你一邊印 有可能一邊新增 所以你看到我是有好多個不同的生產者 但是我現在小輩子 此時此刻只有一個 那不要小看這件事 那個NPSC它還是很難 難的地方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每一則訊息呢 它不能被打斷 這是第一個難的 你說這個東西難在哪裡 再講一次 每一則訊息不能被打斷 但是呢我在每個時期 都有可能會呼叫printf 然後所以我就要確保說 目前這個要輸出內容 要被保護 那說簡單的就加luck 但是下一個難題就是 我們不需要有luck 所以在這個印出坑筒裡面 我稱它叫什麼 luckfree luckfreeprintk 然後注意到不要小看這東西 這東西從來沒有簡單過 就是 luckfree luckfreeprintk 這個東西在... 這個... 這篇好文章 這篇是舊的 那這是2022年又改了 然後你看看標題就好了 看標題就是說 只要記結論就是這個 printk很複雜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問題就是 因為我們不希望 不希望是 luckfree 找不完的 找不完一樣 luck luck luckfree 好啦 反正 這跟著 跟著講結論好 就是說呢 我們不希望呢 仰賴大量luck 所以在這邊來講話呢 整件事困難地方在於說呢 它的確用到 叫... 那個... 但是這個luck呢 不能是... 呃... 就是... 不能... luck跟luck之間會有 會有那個什麼 會有這個... 競爭關係 這件事呢 在過去的kernel是有存在的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在第三周 有跟大家講說 linus kernel的開發金礦 就跟你講說呢 linus kernel高達15年 存在一個東西叫 big kernelluck 簡稱叫bkl bkl bkl存在的時候呢 其實它就是要... 要能夠解決這種問題 解決什麼問題呢 就是說我其實有很多核 注意到... 我有很多個不同的thread 有很多的不同的task 有不同的process 有很多不同的核 都想要存 都想要輸出 那我這個訊息不能打斷 所以你本來想要用luck 這個... 可是呢 這樣的問題是很大的 因為一旦呢 我要印的訊息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 等待時間就越來越長 這顯然不是我們能... 就是一般開發者 對plinterk的期待 因為一般的開發者 就是希望我呼叫plinterk 反正克魯就負責幫我印出來 我就不要管 所以整件事呢 就是一個... 你們看到這個簡報數量有沒有 39頁 就是... 滿滿的... 滿滿的描述啊 有沒有 有各式樣的reverb要改 然後反正我們之後上課也會...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測試題 就涵蓋這個部分 所以就是你要... 對 他用這個字 就是Luck跟Luck之間不能相互競爭 Luck跟Luck之間不能有衝突 就是他可以有Luck的存在 Luck的意思不是說沒有Luck 而是Luck跟Luck之間不能相互影響 然後不要小看一件事 這個讓那個plinterk的實作變得超級無敵複雜 不是超級複雜而已 是超級無敵複雜 我們給大家看的例子 那你在坑榮裡面呢 有一個指目錄就叫printk 你看這個目錄 這個目錄的功能就是在幹嘛 這個目錄的功能就是在實作printk 然後他竟然高達3557行 對不對 而且這還是舊版的kernel 我們這個... 然後我們看裡面關鍵的程式碼 你看那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printk.c 你可以看到這個檔案高達102k 那這個東西有幾行呢? 它將近4000行 有沒有一個很荒謬的境界 就是它裡面呢... 那裡面有沒有看到大量automic 找給你看 automic 就是它裡面就有大量這個automic 我們看這個終於出現幾次 很可怕啊 26個地方 然後呢 如果你找Luck的話呢 Luck的話 就是...可怕吧 196個Luck 就是一個printk 它還不是全部的 因為printk還有包一層 簡單就是說 你看到printk 這是一部分 但是你真的用printk 還要再包一個... 在外面是重新包一層 然後... 那所以呢 應該整件事呢 這個東西多可怕 喔對,順帶一提喔 順帶一提喔 來來來看這個喔 你們發現這個字看起來很奇怪對不對 注意到 這不是英語啊 這是法語 這是什麼呢 欸! 盲人用點字 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這個東西不要懷疑 酷吧 所以跟你講啊 我們要對不同的文化也有敬畏心 就是呢 這個linus kernel的開發者呢 是有... 是有那個... 有全盲的linus kernel開發者 也有高度近似的那個... 的開發者 像那個... 我想看到 我之前有提位一位 我之前在那個... 這大家特別講啊 所以說為什麼 大家寫作業的時候 我特別要求你那個格式啊 什麼的一種啊 就... 因為這其實你要... 你要尊重這些... 這些... 那些... 視覺障礙的人的權益 而且這些人 以後可能有機會跟你並肩作戰嘛 欸! 可以用搜尋嗎 搜尋 搜尋 有東西嗎 唉唷!不見了 不見了 他怎麼搜尋啊 可是我不想登錄我的帳號 他也要怎麼搜尋啊 他也要怎麼搜尋啊 尷尬... 好,等我一下 怎麼搜尋啊 這麼煩 哎呀!好壞喔 不登錄就不給搜尋 我們每年都在研究 要怎麼... 換用Facebook以外的選擇 不過... 如果你有辦法遇到更好的方案 請你告訴我 就是... 我要討論區 然後大家可以留言啊 然後... 登錄不要太複雜了 喔!這個這個... 這個... 好!這個呢 所以請注意到 linus kernel的printer key 是有考慮到什麼 盲人的...有沒有 盲人的點字系統 所以這邊的東西在做什麼事情呢 就是跟盲人點字有關 那為什麼呢? 因為linus kernel裡面就有... 幾乎全盲 或是全盲的... 本身已經全盲 或是近乎全盲的開發者 比方說那個... 尼克斯 尼克斯我在... 2011年遇到他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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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的工作幫助很大 因為我以前在做手機的時候呢 就有用到尼克斯的成果 那... 他的寫程度嘛 就是很... 很... 很精簡 然後... 威力很強大 就是那個... 我那時候印象深刻就是... 我那時候遇到一個效能問題 然後我就問尼克斯 就寫信問尼克斯 很快就給我答案 然後呢... 呃... 他就真的很有活力的人嘛 很願意幫人 就是... 你要知道就是... 我那時候對Kernol... 認識不深 然後寫信給尼克斯 他很快給我... 我那問題問得很丟臉喔 就... 不給你看啦 反正就是... 就問得很丟臉的問題喔 就是... 但是沒想到他回超多的喔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他是一個那種... 像立著頭髮子一樣的喔 偏偏瘋度 然後可以講一對話的人喔 那直到2011年呢 我成為他的同事的時候 我那時候在Linaro工作喔 2011年的時候Linaro喔 那那個尼克斯以前也在... 也在Linaro工作喔 然後... 所以我那時候... 2011年成為他的同事喔 然後我第一次呢... 實體堂遇到他 然後... 我那時候嚇呆了 懂啊 就是... 就是有一個... 呃... 他就是高高瘦瘦的人喔 然後他就是... 呃... 他需要人家攙扶才能夠走喔 呃... 就... 我後來才知道 那個是... 因為他是高度近視 他基本上就是... 他基本上看不到喔 就是... 就是... 近視很嚴重喔 他甚至需要人家攙扶 因為很多地方其實對... 呃... 盲人不... 不友善喔 所以他需要人家攙扶喔 但是呢... 一旦給他電腦那個超快的喔 就是那種... 噼里啪啦回信喔 就是...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問題大家問三句啊 而且那很廢的英文 那時候也沒有那個... 對不對... 那時候也沒什麼好用的工具可以寫字 好吧... 那我就是... 就問了一個三句話 然後那個弦的廢英文 結果他給我回一大堆喔 所以我一直以為說他應該是... 對不對... 就是那種... 打字打很快啊 沒想到... 他打字其實打不快的喔 就是那個... 就是... 可能比... 就可能比... 平常快一點喔 但是絕對不是那種... 飛快那種速度喔 那但是呢... 但是他... 他很辛苦的地方是... 因為他是全忙嘛 所以他要摸的嘛 所以... 所以我很感動的地方是說... 他可以花那麼多心力... 投入給你客戶 花那麼多心力去幫助別人 他有... 他甚至不問我說... 我在做什麼喔 反正就是... 就回答我的問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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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容易成為他的同事喔 就是... 曾經有跟他共識過 然後... 這是一個喔 那另外一個... Nikos 又是另外一個Nikos 然後... 這一位呢... 也是很傳奇喔 基本上... 他的眼睛呢... 比... 前面一個Nikos好一點喔 但是... 好不到哪去喔 就是... 基本上呢... 他只能看到這麼大的字 就是你要把一個字弄那麼大喔 就是那個... 所以... 他寫個程式很酷喔 就是... 他寫成的時候可以看... 可以看螢幕喔 但是他寫成的時候就是... 把一個字把... 頭那麼大喔 然後... 就是這麼大字喔 所以... 一個A就是要這麼高喔 就是一個... 就是... 比我的臉還... 就跟我臉差不多高的那個... 高度喔 他才看得到 雖然一次只能看很少少的字緣喔 但是這個Nikos教授也是很神奇 就是... 就是... 他閱讀量超大的喔 就是... 他每個... 他每... 每一段話喔 包括說我的這個ID喔 J-S-E-R-V 他就要把每個字... 有沒有 J-S-E-R-V 這麼大字... 然後... 就是...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 在那個... 蘭州... 因為他也是蘭州大學的教授... 然後我就是那個... 蘭州... 遇到他... 因為我之前就跟他合作過... 但是我是... 前幾年... 2007年... 第一次遇到他... 就是... 然後... 就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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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合作... 然後我就... 太好奇了... 就說... 你怎麼工作的... 就真的每個字這樣... 所以他其實... 他們閱讀都... 都不算快... 而且... 他需要多摸幾次... 就是... Nikos用摸的... 前... 第一個Nikos用摸的... 第二個Nikos是... 頭到大的字... 但是他們讀... 就是... 其實都... 不快... 但是他讀過... 就把... 把深入了解... 那反過來說... 我們一般的人... 很可能就是... 好像瀏覽很多... 但是沒有... 真正學進去... 然後... 所以我... 我特別提醒... 這個狀況就是什麼... 因為... Kernel裡面... 針對這些... 特別的人... 是有做這個處理... 這也是NikosKernel... 我覺得很棒的一方... 因為... Windows的話... 你需要繞很大大的路... 那這個... 張伯承... 那我也是很榮幸遇到他... 那是我... 來成大教的第一個... 算... 第一批的學生之一... 那... 這個... 那... 他那時候就發現說... 有很多系統啊... 其實... 很多資金系統是對... 盲人不友善的... 那... 張伯承呢... 一然決然要來... 念這個資訊工程... 他的... 理念很簡單就是... 他認為只有... 盲人才了解盲人的需求... 然後... 去解決問題... 所以... 我講那麼多次... 只是提醒你... 請你呢... 盡量用... 對... 盲人... 或是對... 視覺障礙... 好不好說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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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數字很複雜啦... 我們講那個... 色弱... 是不精準的詞啦... 他其實有個... 比較晚... 比較長的名字... 我就不講... 好... anyway... 就是... 我希望大家了解到... 其實我們應該... 儘量用這種... 對他們友善... 因為... 這些人... 他們是很有熱情的... 而且他們很願意... 跟別人合作... 而且呢... 因為... 跟別人合作呢... 他也可以讓自己... 的環境變得更好... 對吧... 你看... 尼克斯... 尼克斯... 然後他可以... 改進一個尼克斯... 然後... 改進尼克斯... 他自己可以收益... 那別人可以收益... 然後他在跟別人... 交流過程中... 他也可以... 獲得他一個... 的影響... 就是說... 在台灣... 我們可能很難想要一個... 全盲人要去寫程式... 但是... 在... 世界上其實有... 很多地方... 有類似的障礙... 但是尼克斯... 給他們一個很棒的機會... 就是... 他第一個... 他可以在家工作... 第二個呢... 他的專業... 是... 超前在... 絕大多數的開發者之上... 所以... 很多公司可以... 有些公司可以... 付錢給他們... 做顧問... 然後... 他們可以... 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 去解決問題... 然後... 創造價值... 然後... 而且最重要是... 他創造價值之後... 還可以去幫助別人... 然後... 他可以很好很好循環... 所以我從他們身上是... 感受很深的... 這也是為什麼... 我在... 中國我也有監客... 特別就是... 跟尼克斯... 可以合作... 好了... 不要說什麼... 這個...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切入點... 我在中國監客... 就為了這件事... 我在中國監客... 沒有特別去拿什麼... 我在中國監客... 我是... 沒有... 沒有拿錢的... 但是... 他們用別的方式給我... 比方說給我硬體... 給我什麼的... 因為我知道我拿錢的話... 可能會出事... 但這就是... 對我來講... 那就是個選擇... 所以我希望你了解到... 他不是另外一個核心而已...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文化... 他就是一個... 生態系統... 他就是一個... 呃...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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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的思考... 好... 好... 然後... 我們剛才講... 那個上面的例子... 還記得那個上面的例子... 上面那個... 對不對... 上面這個... 這個... 這個例子... 它本上就是Counter... 然後呢... 不要小看這件事... 所以你看喔... 我們在多核的狀況下... 要做出一個正確的Counter... 它的難度是很高的... 好... 這邊有個關鍵字... 先把它記下來... 叫TLS... 這我們這個... 下週來... 來跟大家介紹... 呃... 就是呢... 執行序呢... 在... 平常的... 尋常的條件下... 它是... 會共享支援的... 好... 但是呢... 如果你希望呢... 支援序呢... 它是... 有... 個別支援序... 獨立的空間的... 我們就叫做TLS... 好... 這個... 這個... 我們下週來跟大家講...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 本週的進度... 那本週的進度呢... 我們會提到這個... Concurrency Primary... 好... 然後你看喔... 就是... 在C11裡面... 它有個叫... STD Atomic... 注意到... 呃... STD Atomic... 它是... C11的header... 好... 然後那個在... 那... C++呢... 會有另外的header... 好... 然後... 你要怎麼區分... C++跟... C++的版本... 還是... C... C元的話... 怎麼區分呢... 這個... 相對... 相對容易... 好...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那個... C++的版本... C++的話... 是這個... 就是會有這個... Namespace... 叫STD的Namespace... 所以如果看到... 這個STD... 好... 那反過來說... 如果是底線的話呢... 就表示... 表示... C元... 好... 那你看喔... 這一段... 程式碼呢... 這段程式碼... 呃... 兩個... 各別用的... 個別用的那個... 個別執行到的... Sway Function... 叫做Sway A跟Sway B... 好... 然後呢... 現在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呢... 這邊... 我們宣告一個叫... 它是一個... 一個... 布林的形態... 但是呢... 我們特別有一個修飾... 就是特別... 不是修飾... 宣告... 宣告成一個Atomic... 然後這個東西呢... 如果你... 你用GCC去編譯的話... 在S8664的話... 你會得到... 這樣的結果... 注意到呢... 它就是... 它產生出來的程式碼... 你看喔... 這邊有一個42... 指派到V...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去檢查... V-Ready... 然後呢... 注意到這邊有個Fence... 這個Fence... 我們來看喔... 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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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 那就是... 這邊呢... 我們就要介紹一個... 很重要概念喔... 就是... 我們剛才那個... Fence... 它的分類呢... 就叫做... Barrier... Man Barrier... 那這個Barrier...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那個... 那個... 院子裡面那個... 那個... 就是你家有個院子嘛... 但是它有邊界... 然後這個... 那有時候呢... 會有跨越邊界的需求啊... 對不對... 比如說你要踏進家門啊... 或是說... 你請人來打掃... 對不對... 你就是肯定要從外面跨進來嘛... 對不對... 雖然那是你的家... 但是某些狀況就是... 有人要到你的家... 對吧... 然後... 這個Barrier呢... 它就會有這個... 對吧... 因為你原本在外面... 那就是它可以保證呢... 你絕大多數的時候是在外面的... 在某些狀況下呢... 你可以在裡面... 但是呢... 你不應該呢... 長期... 一個人到了你家之後呢... 他不應該長期成為你... 一份子嘛... 除非... 還有新的成員啊... 所以這個Barrier... 其實它也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說呢... 它會有一些... 呃... 範圍跟時間的問題... 對吧... 有一個水電工來你家修水電... 所以它... 勢必要... 跨過你家的什麼... Barrier... 跨過你家的那個門檻... 對不對... 門檻那個字多棒啊... 對不對... 那個... 門檻那個字... 就是講的底下那個... 那一層... 好... 那你看到... 這個東西呢... 意義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呢... 在於說呢... Fence Instruction... 或是Main Barrier... 指令... 之前... 的指令呢... 它會先... 會讓它先完成... 因為呢... 我們剛才講過的... 在多核的狀況下呢... 遇到這個Cash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 多核呢... 很多問題都來自Cash... 呃... 不是全部... 但是... 但是呢... 但是... 多數的問題都來自Cash... 然後呢... 這個Fence呢... 就可以確保說什麼... 它就可以確保那個順序... 如果... 有用跟沒用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這兩者的差異是... 很顯著的... 如果呢... 你上面... 如果你沒有用到Fence的話呢... 意味著... 你沒辦法保證呢... 沒辦法保證呢... 這上面的值的變更... 像這個... 值的變更... 到底... 到底在... 就是你看喔... 這邊... 我們有做... 兩個Data Move... 這個NOV... 這個... L是表示它的那個寬度... 就是... 呃... 這邊是Long的... Long Integrate的寬度... 那B呢... 表示這個... 這個Byte的寬度... 那Byte的寬度就是那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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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林形態... 因為布林形態在寫作的時候... 其實它是... 用一個Byte來寫作... 好... 然後... 這個... MFence呢... 或是Main Barrier出現之後呢... 它可以確保呢... 確保的上面的結果... 會在... 這個... 會在... Main Barrier或是Fence的... 指令之前完成... 那這件事很關鍵的... 但是說呢... 它其實是... 用了更多的時間... 因為以前呢... 如果沒有... Main Barrier Fence的話... 也就是右邊這個指令的話呢... CPU呢... 可以用比較快的方式去寫作... 因為它不用... 它可以不嚴格的... 去... 改變它的順序... 那我們把這樣東西叫做... Week... Main Barrier... Week... 注意到... 這邊的Week... 並不是... 並不是強跟弱... 這個... Week... 就是... 我們講的Week Order呢... 它並不是能力的強跟弱... 而是彈性... 如果呢... 我們的Main Model越Week... 就表示你的彈性越高... 也就是說... 你可以把某些指令的順序可以... 可以對調... 或是... 或是... 稍後來處理... 所以這個彈性很高... 就像你以前考試嘛... 你高中的時候... 你想想看你高中很厲害啊... 對不對... 國文、英文、物理化學、數學... 然後生物... 對不對... 你說為什麼要讀生物... 因為你爸... 以為你可以考上台大醫科... 結果沒想要考上乘搭電機... 你看看你... 對不對... 你爸對你的期待那麼高... 為什麼你只考上乘搭電機咧... 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你不想當柯文哲的學弟嘛... 好... 那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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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終... 就是... 就是... 你最終呢... 還是要把你大... 高中該讀的科目度完... 對不對... 該腳的做完... 對不對... 自己要做完... 誠實的做完... 但是你有很大的彈性... 那反過來說呢... 有一個東西叫... Main Order... 就意味著說呢... 老師叫你做什麼... 他就做... 該做什麼... 所以你這個整體的彈性很低... 換言之呢... 你這個整體效率呢... 就會這樣... 就會大打折扣... 所以呢... 一般來說呢... Mainman的Access呢... 是很大的成本... 如果呢... 你願意用比較... Week的Model... 它有機會呢... 去提升性能... 但是... 代價什麼... 代價就是... 要怎麼確保結果... 是正確的... 啊... 所以你看... 你看這句話... 這句話超重要啊... 你看哦... 有些架構呢... 像On... 是Weekly Order... 所以呢... 你不能這樣... 你不能... 假設... 不能... 假設... 或是... 確保說呢... 哎呀... 這句話... 哎呀... 我還在研究排版啊... 就是說... 你不能... 你不能... 擔保... 這個架構... 這個CPU架構呢... 一定是... 你用什麼指定... 你執行什麼指定... 它就一定是那個順序... 啊... 乍聽教學... 很...很...很...怪... 在講一次啊... 就是... 像... On... 這樣的架構呢... 它是所謂... Weekly... Week Memory Order... 意味著呢... 這些指定的指定呢... 它不見得永遠就是... 你寫什麼... 順序... 它就一定是什麼順序... 它是有很大的... 彈序去調整...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一個示意圖... 就是另外一個... 就剛才那個講座... 這個... 那個... Full Strength... 我們下座會講... 更深入的議題... 我們這時候先講一些概念... 呃... 講那個什麼東西呢... 我們的... Alpha... Alpha... 哦... 對... Alpha... 對... 就是像那個... Alpha呢... 算... 算史上呢... 最... 最... 最Week的Order... 它很特別啦... 它又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那總之就說呢... 以這個... Week的程度來講話呢... Alpha呢... 是... 是... 公認的... 它是... Week程度最高的... 然後呢... 那... 最創的是什麼... 是像那個... intel... 像386... 386的處理器... 它就很... 很... Strong Order... 也就是說... 你要求做什麼指令... 它就做什麼事... 所以呢... 它每一道指令的延遲時間... 是很可觀的... 對不對... 你要執行100道指令... 就有100道指令的... Latency的總和... 那因為每一道指令的... Latency... 也不同... 所以就是... 有些Latency... 可能是一個cycle... 有些是17個cycle... 有些是23個cycle... 就加起來... 但是呢... 如果你的架構呢... 是像Alpha... 這種架構的話呢... 就是... 因為它可能指令可以去什麼... 可以去做... 所以有機會呢... 去縮減指令的時間... 但是它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呢... 它付出的代價就是... 呃... 程式的指令非常之複雜... 也就是說呢... 我可能需要手動的去加入一些Main Barrier... 哪怕是這麼簡單的畫面... 這麼簡單的指令... 把E指令到X... 再把X指令到Y... 那這個東西呢... 你要知道就是... 因為這個指令的順序有可能會怎樣... 有可能會換的... 就是你看... 你看我真的想... CPU通常不會針對下面的Case去做... 對... 有相依的指令... 這樣這個就有相依對不對... CPU通常不做Reorder... 但是Alpha架構除外... Alpha架構會... 會針對... 有相依的也會去做Reorder... 所以這會導致... 很麻煩的問題... 而且更麻煩的問題是... 就算你的CPU不做Reorder... 你又算你的CPU不做Reorder... 你的問題在哪裡呢? 你的問題在說呢... 你的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看看... 就是呢... 因為我... 因為我們的現代電腦呢... 其實是有亂續的... 對不對? 像各位用的這個手機... 其實你的手機... 只要這五年以內買的手機... 基本上都是啊... 都會有亂續之型的... 就是這五年... 這五年內買的手機... 基本上都會有亂續的核... 比如說像Cortex-A... A78... A78呢... 就是亂續之型的... 亂續... 亂續... 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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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perscale...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 它不是什麼神奇的東西啊... A78是普通的啊... 它不是... 我們... 上課跟講的不是什麼新技術啊... 都已經... 都已經每天... 你放在口袋裡面... 所以... 你要真的思考啊... 放在口袋裡面的東西長什麼樣... 讓你看喔... 這個亂續之型呢... 會讓這上面的問題變得更嚴重... 因為呢... 一般來說呢... 我們只是... Alpha架構除外... 的絕大多數的CPU架構是... 有Data Dependency... 就不做Reorder... 但是呢... 但是呢... 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在於說呢... 我今天執行的順序... 你看喔... 上面是In Order... 底下是Out Order... 你... 你不用細看這內容... 但是你也知道什麼... 知道說呢... 這個結果呢... 就是行為上是不一樣的... 然後呢... 很麻煩的地方是什麼呢... Out Order呢... Extitution... 照致命上的意思呢... 其實你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說呢... 其實... 就是... 執行結果呢... 會是重排的... 雖然乍看之下呢... 執行看起來是有順序的... 但是呢... 我今天被讀取... 被看到... 還有真正在做寫錄呢... 順序呢... 其實我是不可預測的... 就是... 它不會在每個時期... 都會一模一樣... 那這件事呢... 是一個很... 很大很大的障礙... 所以導致呢... 在像那個Alpha... 或是那個... 類似這種... Week Main Order的程式呢... 就花很大力去... 去加這個Barrier... 那你看喔... 我們在之前上課的時候... 有提到這個MB... 所以... 終於知道這個東西了... 這個MB呢... 通常呢... 就會對應到... CPU的Main Barrier指令... 那當然像這個... S866的話呢... 就會對應到M-Benz... 那對On的架構呢... 就會有不同的... 內容...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呃...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 LL跟SC... 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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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像這個... On的話呢... 就有一個叫DMB... 那DMB呢... 就是叫做... 就是什麼... 這就是D... 表示Data... 然後... MB就是Main Barrier... 然後... 我們之所以拿On來舉例... 是因為它單純很多... 然後... S866... S866太靠北了... 就是這個... 很不好講...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探討啦... 所以我... 我之後改版的時候會... 會來做... 總之就是說呢... 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就要講什麼... 講這個Main Barrier... 然後... Linux Kernel就有這樣的一個... 提供這樣的具體...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如果呢... 不是SNP... Not SNP... 表示你是Uniprocessor... 如果Uniprocessor的話呢... 其實它就是一般的Barrier... 這個Barrier是什麼呢? 一般Barrier就是... 只用Compile Barrier... Compile Barrier是長什麼樣的呢? 你看看喔... Compile Barrier是像這個... 就是說呢... 讓編譯器不要做最佳化... 就是... 編譯器不要自作聰明呢... 把某些記憶體操作呢... 把它怎樣... 把它拿掉... 像這個... 所以就是說呢... 更明確來講就是... 如果你只是用Compile Barrier的話... 那就抑制編譯器呢... 不能... 隨便把某些指令拿掉... 或是把指令的順序改掉... 那底下有一個... Ninz突發指講這個... Compile Barrier的例子... 所以請你... 花你時間看它... 好... 然後... 這份材料我們下週還會講... 但是請你呢... 把這個... 這份材料裡面... 關於Main Barrier的地方... 把它看完... 然後搭配看這一份... 這份材料講那個... 講那個... Main Barrier... 好... 然後我們這次呢... 就先探討到這裡... 那我們下週呢... 就希望呢... 把這個... 把這個... 把這個Atomic... 這個行為講完... 然後... 就是把那個... 大致行為講完... 然後搭配程式碼... 那這個程式碼呢... 就會是... 就是我們之前有一個專案碼... 叫做... Concurrent Program... 那在這個... Concurrent Program的這個專案裡面呢... 我們... 我們... 前幾年已經寫好... 一系列的程式... 比方說我們在... 呃... 我們在... 欸... PSC... 我們... 我們前幾年就已經做好... 相關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你看... Single Producer... Multiple Consumer... 然後... Multiple Consumer... Single Consumer... 就是... 很... 很落口啦... 然後你看喔... 這邊的... 石座呢... 我們隨便可以看一個石座... 這是... 裡面相對單純的... 然後在這個石座裡面呢... 很... 很麻煩的地方在於說什麼呢... 在這裡面呢... 就會有... Atomic... Atomic使用... 有沒有看到... Atomic使用... 然後呢... 我們就會... 下週呢... 我們就來看這些... 十階地址... 然後這邊就會有... Atomic Load... 那... Atomic Store...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Atomic Fetch... 然後... 還有這個... Compare and Exchange... 那這個東西呢... 在我們這份教材... 也會有... 對應的說明... 這是我們下週要講的... 就是講那個... 呃... 綠的 Modified Write... 好... 那在這之前呢... 請你... 把這份教材的這個... 從最上面到... 也就是到... 到第七頁... 就是... 第一頁到第七頁內... 把它看完... 然後搭配我們這一份... 然後... 那這邊... 你搭... 看的時候也可以搭配看這個... 看我們這個... 這個... 導讀... 就是... 因為這個導讀內容... 最後會把它整合到這個教材啦... 就是... 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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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撰寫... 好... 好... 我們就到這裡啊... 然後記得... 記得什麼呢... 記得... 記得... 記得我們有上課的啊... 記得... 我們有那個... 好... 就是我們... 下週... 下週有上課... 我們下週... 會花更多時間... 花一點時間呢... 把這個... 呃... concurrency啦... 相關的議題... 然後把它探討這個... 像這個... 7++啦... 還有這些... 好... 就涵蓋... 涵蓋下面這個部分... 好... 先到這裡...